喜丽丽,我是专马 很久很久以前 我们解说过一期校园欢乐喜剧 好想做一次 当时有一部分小伙伴在留言里说 还有不比这更加好看的剧 抱着认真探讨科学求证的态度 本人严肃地看了起来 真香 明明是讲高中生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为啥原片打了18家 不过别担心 18斤画面都给我遮得严严实实了 解说版学生党们也可以观看哦 其实这个故事 个人认为只是披着性噱头的成长的烦恼 有马也一样好看 什么你说你不要看马 那自己去找原片啦 咱们的男主角欧蒂斯 是个平凡普通的高中小男生 就叫他小欧吧 说他平凡其实也不一定 至少没有哪个高中男娃 会在大清早 往自己床上放黄色杂志 然后试图假装自己DIY过了 小欧的妈妈是个神奇的女士 职业听起来非常不正经 实际上非常正当的性爱与情感咨询师 她本人的感情生活集中于独爱不谈爱 小欧继承了妈妈看人神准的能力 光屁一眼就能判断出 眼前的男男女女到底存在啥样的幸福生活问题 小欧有个最好的朋友叫艾瑞克 是个喜欢穿着花里胡哨衣服 言行有些抓马的可爱小gay 虽然艾瑞克也是个初歌 但毫无影响她嘲笑小欧 是个连DIY都不敢的小处男 新的学期 小园里到处弥漫着荷尔蒙 少男少女们仿佛都在开发神秘的领域 就连传授中对sex和 咬非常得心应手的校园酷妹梅芙 都从飞机场发育成旺仔小馒头 艾瑞克大声宣告 口号喊的响亮 可实际艾瑞克和小欧都只是校园边缘人 艾瑞克被校长儿子亚当勒索完全不敢吭声 小欧撞到酷妹梅芙被抢生 也只能松松地离开 毕竟风云人物才是一伙 就好比酷妹梅芙和学生会长杰克森 是一对地下炮友 现在倒霉的小欧被分配和亚当一族 完成文学报告 亚当发号施令要去小欧家完成作业 艾瑞克同情地警告小欧 亚当可不是好惹的 这家伙可是个天才型交配选手 自带武器非常霸道 咱伯母的工作书籍 是不是要好好地收起来 小欧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赶在亚当到来之前 把家里所有不和谐的话 斩合书籍 统统收了起来 可还是抵挡不住亚当自来书 逛进了欧妈的工作室 小欧只来得及解释妈妈的工作性质 妈妈就回来了 欧妈可不是老古板 毕竟她干的工作就很新潮 亚当愉快地和欧妈聊天 甚至分享一支强劲大麻烟 这是剧情需要 小朋友们可不要学 欧妈出于职业习惯 叮嘱亚当要少抽 因为抽多了 你的大宝贝和子弹就容易报废哦 亚当听后尴尬地离开 这可怜的娃被欧妈戳到了痛处 这亚当看着人高麻大 校园里也是富裕人物 最近还跟校园姐妹团里的艾米在交往 然而她真的真的无法发射子弹 小欧战战兢兢等到第二天 以为自己会被亚当揍个半死 结果亚当似乎完全忘了她这好人 小欧匆忙赶到教室上新教育课 正好与梅腹一组 两人的关系因为合作 见见面的友好 谁知同学们的手机上 都收到了欧妈年轻时 讲解良性关系的大胆视频 小欧羞耻地冲出教室 美副追上来安慰小欧 表示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毕竟她称为校园风云人物 也是靠着奇怪的传言 小欧不需要太在意 忽然废弃的建筑厕所里 传来马娘声 原来亚当为了重振雄风 吃了三里万艾克 想跟艾米温存一下 谁知艾米有客要赏 计划泡汤 那时她又看到小欧和艾瑞克 在说说笑笑 以为小欧在嘲笑自己 于是群发了欧妈的视频 可亚当小看了小药丸的威力 现在只能躲在废弃厕所里 完全对自己高昂的武器 没有任何办法 小欧看到这么无语的事 虽然知道是亚当群发视频 让自己出仇 但出于同学爱 还是和美副帮了她一把 你们不要想歪 小欧是口顿帮的这个忙 都叫你们别想歪啊 亚当的武器不能出窍 完全是精神压力导致的 他是校长的儿子 学校里分传他的宝贝巨大 他一边担心着艾米会不满意 一边又害怕校长爸爸发觉自己做错事 这些压力都让他没办法放松 小欧劝他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 这番话打动了亚当 冷静以后 小药丸的笑力慢慢笑了下去 他也向小欧为视频的吃道了歉 不过亚当大概率是个小憨批 小欧劝他接受自己本来的样子 结果他理解成向所有人坦白自己 在众目睽睽之下 他脱下帅气的牛仔裤 表示老子确实很强大 我会自己自豪 坦白后亚当倒是释放了 终于和艾米幸福了一把 可结束后艾米却要和他分手 在大厅广众下露出武器 放在咱们这里叫流氓罪 你还晓得不 太丢人了 没多久 亚当又因为这事被叫到校长时 一顿臭骂 艾米虽然是校园姐妹团的一员 但他和梅芙是秘密好友 分手后就把这事情告诉了梅芙 梅芙这才发现 小欧的谈话治疗居然有效果 这可是一条致富的好路子啊 这个学校里 好多人在性方面都有问题 他游说小欧 可以对这些家伙进行治疗收取费用 小欧只犹豫了一秒就同意了 能够和梅芙合作 小欧也是下了功夫的 偷听欧妈治疗病人的方式 练习自己的沟通方法 向欧妈请教当治疗师的技巧 甚至还正经地打上了领带 幻想是美好的 现实多半是残酷的 即使做了很多前期工作 但当梅芙真的打电话 问他合作的时候 小欧还是怂了 甚至紧张地扔掉手机 假装自己不存在 艾瑞克不敢相信 小欧居然要错过这么酷的事情 鼓励小欧要振作 梅芙可不是坐以待避的人 她的行动力MAX 已经找到了一位病人 今年下午放学后 就是小欧出诊的时间啦 姐妹团里的奥利维亚 是他们的第一个客户 她给男朋友进行口腔运动时 反胃吐在了男友的宝贝上 她控制不住自己 只好求助梅芙 可惜小欧既紧张又太专业 不像个16岁的少年 倒像个无聊的教授 奥利维亚气得转身就走 还把这事宣传给全校知道 梅芙没有气馁 在艾瑞克的启发下 决定先搞个免费诊疗打开口碑 而要找出现问题的情侣 最好的地方 就是今晚艾米加举行的派对 这可是艾瑞克 梦寐以求的大哄啪 激动地带着小欧准备 把自己打扮成了 行走的交通三角锥 艾瑞克带着小欧 来到艾米加门口 还是有些不可知性 能参加派对 怂怂地不敢按下门铃 梅芙才不管这俩怂火 一到门口就干脆地按门进入 艾瑞克暗恋校园姐妹团里的 Gay哥安瓦尔 梅芙嫌她碍事 就鼓励她去找安瓦尿骚 自己和小欧则去寻找目标客户 小欧根本放不开找不到客户 颓废地躲进厕所自暴自弃 刚好遇到买罪的凯特 她和男友之间出了点小问题 两人在试图水入交融的过程中 凯特坚持要抹黑工作 导致她扭伤了脖子 男友折断了胳膊 在小欧的引导下 凯特和男友被拷贝 敞开心扉 凯特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丑 所以不敢录给男友看 可在男友眼中 不管如何凯特都美得动人心魄 当然都深爱彼此 都要给对方信任和赞美 小欧解决了不和谐问题 很有眼色的功臣身退 梅夫找不到客户 整个艾米聊天 谁知亚当闯了进来 她不甘心和艾米分手 想要来一波晚会 艾米立刻躲回屋子 把亚当关在门外 梅夫趁机躲进洗手间 她最近是场想吐 你们懂得想吐是什么意思 梅夫也担心自己怀孕 于是买了燕云棒 正好趁这个机会测了一测 等待的时间并不长 可结果有点让梅夫难以接受 她真的怀孕了 得知这个噩耗 第一时间 她找到地下朋友杰克森 我想应该也是孩子她爸 来了一场男女生命大和谐 派对中发生的大事还有很多 艾瑞克试图找安瓦尔搭讪 却被姐妹团戏弄 亚当还是想办法进入屋内 艾米严肃地告诉她 两人不可能复合 亚当气得打了艾米新男友 结果使用的工具是艾米外婆的骨灰 派对就在这一片混乱中结束了 梅夫看了一圈下来 不得不承认这群家伙根本不值得诊聊 宣布和小欧的医护组合解散 独自回家面对催促催还的账单 她是真的很缺钱 上学日 艾瑞克为戏弄的视频被传得全校解职 亚当被校长爸爸约谈 他居然干出杂人外婆骨灰的措施 小让警告亚当 再犯婚就把她送去军校分闭式管理 小欧本以为真的不用再做诊疗了 结果她不仅收到了凯特情侣的感谢 整个学校的学生们 似乎都听说了她和梅夫的心爱诊疗室 加上凯特情侣这对活招牌 他们的诊疗室要正式开张了 这天梅夫抽空去了趟诊所 她没办法生孩子 想找唯一的亲人哥哥求助 可哥哥完全就不在服务区 她只能预约周末做流产手术 梅夫这边很苦恼 小欧也有麻烦 她晚上做了场春梦 对象就是梅夫 导致床单上留下了证据 只能匆忙藏在床底 并叮嘱欧妈不许进自己房间 少年你还是太天真 欧妈可是你刚走就发现了你的小秘密哦 小欧慌张地来到学校 时间还早 校园里人烟稀少 诊疗室就已经开始工作啦 我得天青春期少男少女们的幸福问题还真的是多种多样啊 甚至还有专门来诊疗室就为了装作自己已经摆脱处子之身 实际还是没有经验的出格 期间梅夫拒绝杰克森看她比赛的邀约 约小欧放学后见 小欧以为是两人的约会 激动的穿戴整齐抵达约会地点 结果却发现是躲胎诊所 医院规定 躲胎者必须有人陪同 梅夫不得已只能拜托小欧 小欧有些失望 被梅夫赶到楼下等待 诊所楼下站着一男一女 查理和他女友 他们是反堕胎卫士 坚决反对任何堕胎行为 就因为这么极端 常被人扔鸡蛋和臭骂 小欧因为坐在他们中间 成为无辜被连累人士 查理和女友正在吵架 小欧受不了被路过人士唾骂 也想摆脱吵架的两人 决定去超市逛逛 没想到查理女友也跟着一起 大概是做成了职业习惯 小欧开始给查理女友派查感情问题 查理和女友都在教会 查理在信教之前 过着混乱的肉体生活 信教后才变得纯洁起来 这让女友很不高兴 小欧单纯以为女友只是缺乏经验 谁知女友哪怕醒了觉 玩的也不少 就是除了正式拔萝卜外 各种姿势都尝试过 这所谓的真操 不应该仅凭那一个动作来判断吧 小欧也没话说 只能让他想想上帝的中心思想 宽恕人类 不如宽恕查理 女友很高兴地接受了 这不妨碍她接着诅咒小欧的朋友 堕胎的梅腐下地狱 小欧也不再跟她啰嗦 给梅腐买了三明治和一朵鲜花 梅腐要堕胎并不好过 在诊所里还见到一位说话 琢是大大咧咧的女士 在这位女士的鼓励下 她才干直面堕胎的恐怖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 等离开时 梅腐才发现 小欧就坐在后诊室等自己 她感到无比安心 小欧坚持送梅腐回家 两人一路上聊了很多梅腐的绅士 她妈妈是个瘾君子 跑路了 从来没见过爸爸 哥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 自己还生活在寒酸的拖车里 仿佛她不需要在小欧面前隐藏自己 离别前 梅腐拥抱了小欧 大概现在 他们是真的好朋友了 小欧开心地回到家 却发现 自己做春猛流证据的事情 已经被妈妈宣扬庆祝过了 气得她不知道说些啥好 小欧有了和梅腐的工作 和好友在一起玩耍的时间就少了 艾瑞克不得不找些别的事情 充实自己的校园生活 比如在老师的邀请下 参加摇摆乐团的争选 她想成为乐团号角手 虽然选拔过程中 她的号角吹得颤颤兜兜 乐团多数成员都不看好 但长几手莉莉看好她 艾瑞克就这么幸运地进入乐团啦 莉莉热情地表示 要跟艾瑞克补习曲子 两人约好在艾瑞克家会合 艾瑞克是家中长子 爸爸温和得有些懦弱 底下是好多妹妹 看到有女生找哥哥玩 大家都非常激动 艾瑞克以为只是纯洁的恋曲子 谁知瑞莉一进房间 就把衣服脱了个金光 她想体验拔萝卜 莉莉其实是个学霸 平时在家她爱写幻想文 还是宇宙要关爱上我的那种 可是因为没有拔萝卜经验 她的创作陷入了瓶颈 为了写出更好看的故事 她急需知道 宇宙大和谐是什么感觉 艾瑞克都懵逼了 小姐姐我是gay啊 莉莉非常失望 哎呀 破除计划失败 不过没关系 咱们可以当gayme啊 两位小姐姐玩起了 变装和化妆游戏 艾瑞克还给好奇的莉莉 看起了gay篇 不过欢乐时光 很快就被艾瑞克爸爸打断 莉莉尴尬地退场 爱爸看不惯儿子 却也不敢太大理反对 艾瑞克也没办法和爸爸多说什么 不管是艾瑞克 小欧还是梅芙 今天都是喜悠参半的一天 小欧和梅芙的关系越来越好 两人没事就互相传简讯 传一些在学校发现的马赛克图片 梅芙还是和杰克森保持着肉体关系 杰克森爱上了梅芙 想要和她正式成情侣 这就是日久生情吗 梅芙不喜欢公开 觉得当个炮友就很不错 一直对杰克森保持忽冷忽热的态度 为了让梅芙接受自己 杰克森居然找上小欧 她知道梅芙和小欧是朋友 决定从她这边下手 找到追求梅芙的方法 还给出了不错的酬劳 小欧都快气死了 你觉得老子会给你当聊鸡不 想得美 我还喜欢梅芙呢 埃瑞克给她出馊主意 钱咱们找收 然后给杰克森出点反主意 让她追不上梅芙 小欧干不出这么不仗义的事 坚持要去还钱 可小欧还是个单纯的男孩子 面对杰克森对梅芙的评价 觉得她并没有认真对待梅芙 气得说出梅芙的爱好 为这个可爱的女孩觉得不值 谁料这些话立刻被杰克森分为金科玉律 谢谢啊好哥们 你真慷慨 小欧补语了 给轻敌提供大量情报 钱还没有还回去 如果面前有个坑 大概率他会跳进去把自己埋起来 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杰克森 靠着情报 顺顺利利和梅芙打散 懊恼归懊恼 不和谐的工作还是要做的 这次小欧面对的是一对同性恋人 露西和谭雅 他们从小一起长大 差不多前后脚出柜 按理说应该非常合拍 可是两人每次试图融合时 都没有该有的快乐 谭雅带着露西找小欧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可露西并不看好这个难以行恋 小欧并不气馁 回头就在家研究起百合的授粉方式 家里厕所坏了要修 欧妈叫了水电工 谁料水电工大叔有着别样的魅力 欧妈有些上头 水电工大叔的女儿欧拉来接父亲回家 借用厕所时不巧撞见小欧的科研工作 小姐姐真心地提议少年 你该装门锁了 你以为这样的尴尬结束了 并不 隔天上学 小欧被莉莉求偶了 莉莉听说小欧是个小出男 认为这是个很好的拔萝卜练习对象 可惜小欧实在腼腆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露西和谭雅的治疗还在继续 小欧提议他们采用水上芭蕾式受粉方法 谭雅非常卖力 露西还是毫无感觉 并且在小欧提出说说两人的情感经历时 露西直接甩手走人 真聊并不顺利 梅夫频频和杰克森传消息也让小欧心慌 可梅夫表示不想正式交男友 有了男友就会有期待 有了期待就会有失望 那太早醒了 还是炮友安全 艾米也和梅夫讨论过这个问题 梅夫也只是坦白并不想交男朋友 梅夫和小欧的聊天非常愉快 愉快到梅夫离开 小欧还躲在泳池里不敢动 只因为刚才梅夫轻轻触碰了她的眉毛 大宝贝忽然就出窍了 艾瑞克半天不见好友 来泳池找到小欧 看着狼狈的她坦白 武器收不回去怎么办 艾瑞克带着小欧去厕所DIY 可小欧还是没能克服毛病 只能靠默念喜欢的歌手名 等武器自动消下去 放学的时候 杰克森又来拜托小欧出主意 这家伙神经也太粗了吧 居然看不出面前的是情敌 小欧本来劝杰克森靠本心取悦梅夫 不要试图走捷径 可内心的小恶魔就在这一刻伸出了触角 小欧知道梅夫最讨厌大场面 啥当众告白什么的都是垃圾 于是脑子一热暗示杰克森 女孩子嘛都喜欢大场面 你懂的 杰克森如火之宝的走了 留下小欧又得瑟又懊悔 家里的厕所还没修好 欧拉又来接老爸回家 并善意地告诉小欧 有个小惊喜给你哦 原来欧拉拜托水电工大叔 给小欧房间装上了门锁 这下她也是有独立空间的男孩子啦 小欧还是没有机会 把杰克森的钱还回去 艾瑞克的客运生活丰富了起来 除了乐团的练习 她还承包了遛狗的工作 给自己赚点零花钱 可惜水平不咋地 差点把雇主家的狗子放跑 却意外碰到了亚当 亚当总是欺负艾瑞克 有可能是因为艾瑞克同性恋的身份 但这年头 孔同真的不流行了耶 亚当正在遛妈妈心爱的狗子 抄粉了几句艾瑞克后 却发现狗子跑了 艾瑞克想帮忙却被骂走 狗子也没找到 回家爱了校长老爸一顿批 亚当就把气又撒在了艾瑞克头上 趁着颜色 给艾瑞克家的汽车上涂满了狗屎 面对这样的情景 艾发居然没有动气 只是默默地把这些东西清理干净 可以说是非常憋屈了 最近美孚非常缺钱 再没有收入 她就要露宿街头了 小欧听说后 第一时间把钱交给她 却隐瞒了这是杰克森的报酬 只是仅有这点钱还不够 这几天老师要求上交一篇论文 很可能关系到他们的大学申请 亚当这个小学渣不想自己写 用三倍的价格 买通美孚帮自己完成 没想到吧 其实美孚学习成绩很好 在没有诊疗收入之前 美孚都是靠帮人写作业赚小钱钱的 这边小欧也找到了 露西和谭雅的症结 很简单 那就是露西一直在回避的感情问题 露西和谭雅是青梅竹马 两人做朋友非常合拍 在露西出柜时 谭雅非常支持她 露西非常感激她 因此当谭雅出柜的时候 露西就觉得自己可以做她的女朋友 然而 友情并不能和爱情混为一谈 所以授奋过程才不快乐 露西有自己喜欢的人 为了不伤害谭雅 只能拖着 露西鼓励露西向谭雅坦白 一直这样下去 只会对谭雅伤害越来越大 这边刚劝解完露西 杰克森的幼儿子就来了 她真的打算搞个大场面 露西不想杰克森出这么大的丑 立刻想去阻止 可根本来不及啊 杰克森在全校面前向美孚求爱了 美孚是真的不喜欢大场面的 不想交男朋友也是因为她的原生家庭并不好 有些自卑 可看着艾米帮他罗列出的杰克森优点 这个大男孩又坦率地向他表白 美孚竟然答应了杰克森 看着这一切 弄巧成拙的小欧只能黯然退场 性爱诊疗室的开启 最初只是美孚为了赚小钱钱 可正是运营起来 却发现高中小园里居然有这么多奇怪的拔萝卜问题 不过看下来 我们也会渐渐发现 一切情感问题的根源 大都是沟通问题 不过没有这惨皮 哪里能吸引你们这些好奇的 LSP呢 距离杰克森那场盛大的告白 已经过去一个月 她和美孚还是甜甜蜜蜜地相处着 艾瑞克为小欧默哀三秒 小欧只能装作自己不在意 这一个月来诊疗所的案子少了 她相信自己很快就能忘记美孚的 眼前就有件更加重要的事 那就是最好的朋友艾瑞克的生日 每年小欧都会陪着艾瑞克庆祝 今年也不例外 她预定了艾瑞克最爱的电影《摇滚芭比》 两人也会找惯例变装成《摇滚芭比》 去镇上看电影 这个月校园里几乎算是风平浪静 可惜学生静悄悄一定会做妖 妖狗就搞个大新闻 这一天全校所有人都输到一张小妹妹的照片 还说什么她长得和普通人不一样 真丑 附带一句警告 如果不道歉 明年就会公布主人的脸 全校都在猜这个小妹妹的主人是谁 几乎每个校园剧里 都会出现一个高端必吃团体 他们是校园社交顶流 有钱有闲 但是说话刻薄又恶毒 咱们这部剧也不例外 校园姐妹团就是标准的那种 姐妹团成员有四个 阿盖·安瓦尔 独舍长发女露比 印度语奥利维亚 小跟班艾米 前三个家伙就在大声猜测着 露比毫不客气地表示 也许就是梅芙的 这波推论也让梅芙一度成为了八卦焦点 艾米有些担心地看着秘密好友梅芙 不过梅芙才没有这么脆弱 她知道这不是自己的照片 毫不在意地躲进飞机厕所抽烟 就在这时 露比找上了门来 露比自爆她就是照片主人 希望梅芙和小欧能够帮帮她 大姐 那脑子真的没有进水吗 你刚刚才污蔑梅芙的清白 人家凭啥要帮你啊 但是女孩子们啊 私密照片想拍之前真的请三四哦 可能是梅芙太心软 面对露比无理的要求 还是答应了下来 甚至这次还不收钱 现在唯一的线索 就是露比只把照片发给过死宅汤姆 梅芙惊呆了 露比好歹算校园女生 但是选择约炮的对象是真的不挑呢 小欧面对梅芙还是有些尴尬 暗恋的女孩成了别人的女朋友 可面对梅芙的请求还是答应了下来 两人找到死宅汤姆 汤姆说自己没有手机 暗示可能是露比前男友干的 那人专坑前女友 刚好前男友今天请假 没来学校 梅芙小欧也只能暂时作罢 杰克森邀请梅芙今晚去家里见爸妈 小欧要陪艾瑞克变装看电影 两人分头行动 小欧换好衣服出门 半路上正好看到死宅汤姆在扔手机 他立刻通知梅芙 这死宅撒谎 梅芙拜托小欧立刻去盘问 小欧眼看就要赶不上去小镇的班车 最后还是选择了去审问汤姆 那张照片确实不是汤姆群发的 他害怕被人算账才撒了谎 还想扔掉手机销毁证据 只不过为了显摆睡过女神 这张照片他也传给过一个人 艾米显男友 小欧完成逼问任务后 火速跑向公车站 可还是晚了一步 就在这时梅芙赶了过来 他今天被杰克森邀请去家里做客 打扮得中规中矩 杰克森原来有两个妈妈 梅芙之前完全不知道 杰克森是真的把梅芙看得挺重要 才邀请他来了解自己的家庭的 两个妈妈都非常热情 看着杰克森优秀的人生履历 母亲们对他的呵护与期待 再想想自己的身世 梅芙自卑极了 加上收到小欧的信息 梅芙连鞋子都来不及穿 就逃了出来 下一班车还有一个小时才来 小欧决定跟着梅芙去艾米家 姐妹团梦正在开名为读书会 实际是抽大麻的活动 艾米线男友已经出蒙逼了 小欧为了梅芙赶不上和艾瑞可的生日庆祝 加上这个月以来梅芙几乎没找过自己 她觉得梅芙是在利用自己 气呼呼的就要走 梅芙拦住了小欧 她认定小欧是朋友 并没有利用她 而且这单生意 她真没有收钱 梅芙这么热衷于这单案子 原来也是有点误伤其类的 梅芙之所以会成为校园酷妹 就是有人传说她替某个渣沙咬了 还怎么能够十分钟咬12个男人 这么夸张的谣言 居然大家就都信了 这些当然都不是真的 当初喳喳向梅芙表白被拒绝 于是就散播谣言污蔑梅芙的清白 羞辱她 而且这末虚有的羞辱 梅芙根本解释不清楚 她只能用酷来武装自己 这番真心话让小欧懂容 拯救路比名誉要紧 小欧决定先撬掉和艾瑞可的约会 晚上再补偿她 由于艾米线男友还在发懵 小欧和梅芙就去超市买点东西 小欧从来没做过坏事 梅夫使坏 让她试试偷超市的小东西 小欧眨眨眨眨的结账 发现收音员刚好是水电工大叔的女儿欧拉 小欧做不了坏事 松松地叫出偷的巧克力棒 欧拉和她开起了玩笑 两人聊得非常开心 门外等待的梅夫 自己都不知道地露出了一丝吃醋的神情 两人回到艾米家 显男友终于清醒了过来 不过问下来 她也不是散播照片的人 离暴照的最后期限还有一页 凶手还是没有找出来 卢比气得头都大了 叫奥利维亚拿她的手机帮她叫车 这个不经意的只是给了梅夫灵感 一般来说 谁最恨校园女神 大概率是同性别女生啊 这次的恐吓事件应该是女生干的 而凶手 就是唯一知道路比手机密码的奥利维亚 奥利维亚也没有狡辩 她表示 两人虽然说起来是朋友 但卢比却总是使唤自己 还有一无意打击 超粉贬低自己 奥利维亚起不过 这才发照片吓唬路比 她当然也没打算公布路比正脸的 奥利维亚向路比道歉 路比还是趾高气昂的 她当然接受不了 两人就这么绝交了 闹了一天 小欧坐梅夫离开 还贴心地为她披上自己的外套 气氛好到 两人差点接吻 小欧激动地回到家 艾瑞克就在家里等她 艾瑞克这一天过得都不好 被小欧放鸽子 外套手机钱包被偷 走路回家 因为异装被人殴打 好不容易找到人求助 打电话让欧妈接她到小欧家 结果 但是在讨论眉府 连艾瑞克受伤都没注意到 艾瑞克觉得小欧已经不是她的好朋友了 小欧被艾瑞克的话气倒 也口不择言地和她吵起来 这下 两人也绝交了 小欧发泄地砸坏了衣柜 艾瑞克难过地回到家 爸爸看他这样 只给了一句忠告 如果你要生成这样 你必须硬押 艾瑞克一家是非洲移民 爸爸看来受过不少身份方面的委屈 所以大半辈子都在唯唯诺诺地做人 他只是不希望这唯一的儿子受伤害 梅府偷偷去杰克森家拿回自己的鞋 杰克森希望梅府向自己敞开心扉 梅府带着他参观了自己的家 也说出不完美的绅士 没想到杰克森完全接受 没有一点排斥 互相地坦承 让两人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第二天学校成会 校长强烈批评了散播照片事件 虽然再没有了夏文 但学生间其实已经开始流传 那是卢比的照片 被他欺负过的孩子们都在嘲笑卢比 忽然 奥里维亚站起来 说那是自己的照片 梅府紧接着也站起来扛锅 慢慢的 越来越多女生站起来扛锅 连杰克森都站起来了 所有的女生都不愿意被羞辱 所以他们愿意团结起来 保护照片的主人 哪怕这个人真的不讨人喜欢 但就这件事情上 他完全是受害者 受害者不应该社会性死亡 也因为这件事 卢比和奥里维亚很好如初了 卢比的麻烦是解决了 艾瑞克却因为神人那天的遭遇变了 他放弃了花里胡哨的穿着 穿着普通运动外套 面对亚当的调性不再搭理 有人挡路他也强硬的撞开 完全不像以前可爱怂门的艾瑞克 乐团练习时 艾瑞克直接放弃 甚至怒怼可怜的老师 被爱恋的安瓦尔嘲笑 他直接上去给了一拳 这么硬气的做法 把艾瑞克自己也吓得不轻 不过动手打同学 得到的下场就只能是停学一周 本学期都留校查看 只靠打人来实现 可排除这种方法 艾瑞克还能有什么别的期待吗 艾瑞克从小看爸爸怒弱的活着 根本不想听父亲的意见 他说 欧爸和欧妈两人都是性爱情感咨询师 两人离婚后 欧爸住在美国 小欧一般定期和欧爸视频聊天 艾瑞克和小欧绝交是件大事 小欧没有告诉爸爸 而是提起了自己 还是出男的尴尬进程 想到这儿 小欧决定还是要做些什么 女生没服高攀不上 破过处还是有办法的 比如应该和莉莉来试一次 莉莉豪爽地和小欧约定时间 当天就到了小欧家 经过漫长的前奏 两人依旧啥都没做 小欧实在是羞涩地不行 莉莉乌语准备撤退 压浪费老娘时间 小欧被刺激 鼓起勇气准备上 谁知 当莉莉靠近亲吻她时 小欧忽然整个人抽搐地倒在地上 她神志不清地哀求莉莉 去找妈妈求助 原来在小欧还是个小嫩娃时 无意中看到 爸爸凭借心还咨询师的身份 理智气壮的出轨女病人 当时她并不懂那意味着什么 害怕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欧妈私底下找欧爸算账时 小欧其实一直躲在旁边偷看 目睹老爸出轨 父母婚姻破裂 这也许就是让小欧对性有恐惧的童年阴影 欧妈此时正准备和体贴帅气的 水管工大叔深入交流 但还是儿子比较重要 等他唤醒儿子 这母子俩的艳遇都泡汤了 小欧送走莉莉 正好遇上欧拉来接爸爸 欧拉看小欧很顺眼 她很直接地表达了好感 是有机会出来玩呀 就这样 两人交换了手机好吗 青少年嘛 友谊问题可是第一位的 我妈看穿儿子的焦躁 劝她主动和艾瑞克和好 小欧想了想 给艾瑞克打电话 可惜被拒绝 只能先给刚认识的欧拉 发了个友好短信 旧朋友还没有回来 也许可以先交个新朋友 小欧这边造星 眉府也没好到哪里去 邦雅当写的论文 居然得了一等奖 听着原本属于自己的赞美 她有些失落 另一边 失踪的哥哥忽然回来 虽然狠气老哥抛弃自己 但哥哥稍微哄了两句 眉府作为妹妹 又高高信心接受了她 私人问题先放一边 诊疗室的客人没有少 这次来咨询的 是眉府的秘密好友 姐妹团里的小可爱艾米 艾米换了个新男友 这个男友体贴优秀 但两人在拔萝卜这件事上 有点不和谐 不是说新男友不好啊 而是艾米习惯了讨好别人 在姐妹团里被欺压 唯唯诺诺 和个人男友啪啪啪都假装兴奋 她也很少考虑自己的感受 新男友发现了这点 希望艾米放开自己 不要总是讨好 可艾米一时竟然不知道 如何做自己了 对此小欧只有一个建议 你要爱自己 了解自己的身体 翻译成人话就是 要不你自己DIY一下吧 艾米从来没试过DIY 在小欧的建议下 她回家 小心翼翼把手伸进了小奶奶 呜呼 反复尝试以后 她忽然找到了开关 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 艾米更加了解自己的身体了 她学会了 在拔萝卜中如何享受 与新男友真正和谐相处 梅福赞叹小欧 不愧是性爱大师 小欧却称赞梅福的论文 写得真好 亚当领奖时读的论文 一听就知道是梅福的手笔 大概在这个学校里 只有小欧能理解梅福 男友杰克森都办不到这一点 梅福回到家 哥哥和杰克森正愉快相处 但是她走近拖车 却忍不住 深深吸了一口小欧外套上的味道 等自己反应过来 她都不晓得为啥会这么做 梅福察觉自己对小欧的感觉不一般 整个人都有点慌 两人见面时变得慌慌张张 转一话题 谈起最近学校最大的社交活动 舞会 除了小欧和梅福 几乎所有人都对舞会充满期待 缺败男就是其中之一 她喜欢丸子头搞白悲剧 觉得丸子头肯定对自己有点喜欢 只是表里不一害羞罢了 又是不断匿名给丸子头搞浪漫花招 就是传说中的 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 小欧劝她不要再骚扰丸子头 缺败男完全不听 她就是喜欢我 然后不好意思 因为经济原因 梅福原本打定主意不参加舞会 可架不住杰克森软磨硬泡 妥协答应了 哥哥带着她去商店购买参加舞会的裙子 挑选了一件漂亮的小礼服 一看吊牌 梅福意识到埋不起 这时候 哥哥却拿起广播对众人撒谎 自己和妹妹是孤儿 父母都是国家英雄 哥哥顺利博取同情 靠着大妈们的赞助 买到了这件礼服 梅福非常生气 可哥哥不以为意 兄妹俩原本就是烂人生下的悲惨小孩 杰克森帅气的准备出门 白妈妈却要求她必须十点半回家 杰克森是游泳队种子选手 几年如一日的 每天进行着高强度训练 明天也是一样呢 不能懈怠 杰克森反感这样的控制 气呼呼的来接梅福 甚至没有注意到女友的精心打扮 直接打破母亲的规定 喝起了福特加 哥哥把两人送到学校 不顾梅福的反对 在校园里溜达起来 杰克森带着梅福进入舞会大厅 正好碰上小欧和欧拉 欧拉下学期就要转学到这所学校了 今天白天来见校长 正好遇到了小欧 见欧拉想参加舞会 小欧非常上道 邀请她当舞伴 欧拉穿着帅气西装 看起来又哭又撒 两人在舞池里欢乐地跳着舞 梅福有些不开心 还看到哥哥在偷卖围巾药给雀斑男 哥哥让梅福别多管闲事 不过刚做了几笔生意 就被校长赶走了 期间梅福碰到欧拉 内心的小恶魔作祟 善意提醒欧拉 不要和小欧进程太快 她还是个可怜的小处男 欧拉感受到小欧和梅福之间的暧昧 询问小欧两人的关系 在小欧看来 梅福就是食物链的顶层 气场十足的狮子 自己完全追不上 所以两人几乎没啥关系 欧拉对她来说就是可爱的家猫 呃 虽然小欧说这话是没有恶意的 但依旧把欧拉气跑了 舞会这种大型交友派对 原来的艾瑞克肯定不会错过 可是经历过生日噩梦 她完完全全藏起了过去欢快的自己 直到在购物路上 看到一位黑人大叔 穿着性感的豹纹 坐着亮丽的指甲 听着欢快的音乐 简直就是艾瑞克的未来追求 艾瑞克仿佛受到了指引 她跟着家人参加礼拜 这个全都是同胞的教堂里 充满了欢乐和自由 神父的话打开了她的心扉 爱瑞克恢复活力 打扮得花烧亮眼出门 艾巴送她到学校 她总是担心这么出格的儿子 会被人伤害 艾瑞克劝爸爸 人不论怎样都会受伤 还不如选择勇敢地做自己 这也让一向懦弱的艾巴出动 父子俩互相拥抱 理解 这一幕刺伤了亚当的心 她和校长父亲的关系不好 校长总是对她没有好评 很难有父子和谐相处的时候 心情一不爽 亚当就想找艾瑞克的茶 这次艾瑞克没有退缩 正面刚上亚当 反而让她不敢动作 看到冲振旗鼓的好友 小欧主动上前道歉 邀请她一起共舞 艾瑞克很快原谅了小欧 两人共舞 就是舞池中央最靓的仔 误会气氛正嗨 雀白男却爬上高处 哥哥卖给她的药起了作用 她大喊向丸子头告白 丸子头根本不认识她 只知道这是个 总是不声不响跟踪自己的变态 雀白男嚷嚷着要跳下来 小欧挺身而出劝雀白男 整个过程 她散发着智慧和体贴的光芒 不仅劝服了雀白男 梅芙的眼神 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 杰克森注意到了这一点 所有人都恢复了欢乐 亚当却找艾米的线男友调试 在校长老爸阻止时 甚至怼了她 却把男士徒跳高自杀的事 冲击了小欧 她想放弃诊疗事 梅芙不同意 两人争执中 杰克森跑来搅局 说穿了当初自己给钱 小欧当狗头军师 帮忙追梅芙的事 梅芙生气地和小欧绝交 舞会结束回家 杰克森受不了白妈妈的管控 大吵一架 投奔梅芙 舞会过后 主角团几乎都遇到了糟心事 小欧不仅被欧拉和梅芙 列入黑名单 回家还发现欧妈正在写新书 内容就是研究她这个 无法DIY的青春妻儿子 小欧瞬间进入暴怒叛逆状态 和老妈冷战 梅芙哥哥在舞会上兜售违禁药物 不小心被校长掌握了证据 校长一向看不惯哥哥 连带着也瞧不上梅芙 她仍为梅芙欺骗单纯的小欧 一起兜售违禁药物 校长与举报哥哥为要挟 梅芙为了保护哥哥 拦下罪名 有可能要被退学 杰克森自然担心女友 她之前已经发现梅芙嫁有小欧的衣服 现在梅芙有可能被退学 却不告诉自己理由 她觉得梅芙不爱她 她喜欢还行 梅芙对杰克森确实谈不上爱 加上她也很愧疚自从两人恋爱 杰克森就从前途光明的校园明星 变成叛逆离家少年 她决定放弃这段感情 虽然梅芙狼心似铁不回头 可杰克森的爱没有那么快消失 杰克森努力游泳夺冠 回家和母亲喝解时 杰克森提出要赢得冠军头衔 换眉府不被退学 可当杰克森真的拿了冠军 校长却表示 他不接受这样的交易 艾瑞克恢复本性 可打人被留校查看的处分还在 每天只能老老实实地放学留下打扫卫生 不幸的是 亚当也被分配过来 两人原本互看不顺眼 亚当一如既往地挑衅艾瑞克 可现在的艾瑞克早就不再逆来顺手 干脆和亚当打了起来 结果打着打着 我就知道有猫腻 你以为艾瑞克就此迎来了春天 吸引亚当出轨两人成双成对吗 不 亚当对于发现自己的质疑属性也很震惊 警告艾瑞克收口如瓶 校长老爸很早就警告过亚当 再惹事就送他去军校 现在亚当不仅在舞会上怼自己 获奖论文也被查出时代笔 这天亚当刚回到家 就迎接来了来接自己的军校老师 艾瑞克的春心刚荡漾 还没来得及深入发展 就这么无忌而终了 唉 悄悄告诉你 亚当这条线忽然这样发展 我看的时候真的没预想到 不过意外的有点磕这个大寒批 调记他还会有戏份的 放心放心 那么小欧呢 他刚解决了一单诊疗 科幻破处的莉莉 好不容易在舞会上选到了对象 可实践时却发现 通道紧紧关闭 不愿意让人通行 小欧理解莉莉 其实她并没有完全准备好 放开自我 莉莉这么着急 这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么做 她害怕再不行动 自己会越来越不合群 最终孤独终老 小欧看到她别想这么多 毕竟这种经历又不是比赛 不要强迫自己 在小欧的开导下 莉莉的心结开始慢慢解开 都说在帮助别人的同时 可能也是治愈自己 小欧和妈妈也和解了 欧妈离婚后 一直和儿子相依为命 可随着儿子渐渐长大 欧妈觉得自己正在失去她 因此把小欧的青春期症状写成书 以为这能帮助自己更加了解儿子 欧妈真诚向儿子道歉 小欧也从中明白 做错事就要想办法道歉和解 她先是偷了论文大赛偷奖的奖杯 送到美孚家 这荣誉本来就应该属于美孚 接着找到欧拉 正式向她表达了歉意和好感 不过小欧不知道的是 欧妈经过这次母子危机 也有了新的突破 她其实对欧拉的父亲 水电工大树雅各布有好感 两人虽然已经滚过床单了 可欧妈害怕稳定的关系 加上小欧对欧拉有好感 就一直回避大树的示爱 现在和儿子的冷战结束 她鼓起勇气找到雅各布 坦白了自己的心意 原本还想着为了儿女们的感情 两人不要继续发展 可看着对方的脸 哎呀管她呢 我们就是要在一起 美孚面临退学危机 被校园姐妹团嘲笑 艾米这次却勇敢地站了起来 她已经学会不再可以讨好别人 要为自己的心意而活 于是决定脱离姐妹团 和好朋友美孚站在一起 美孚正在为未来考虑 她其实非常聪明 学业上只要肯认真 绝对是出类拔萃的优等生 因此在校长等人的退学评估会上 勇敢地展现出聪慧的一面 希望能够留下认真学习 回到家 看到小欧送来的奖杯和道歉信 美孚开心极了 她确实对小欧有好感 决定向小欧表白心意 可当她来到小欧家门口时 只看到小欧正在和欧拉接吻 心爱自修是第一季 就在美孚失望的衍生中结束啦 这条故事线其实很简单 少年小欧和美孚因为各种理由巧合 在校园里开启黑诊所 专门解决婚礼四舍的 各种高中生情感性问题 期间小欧和美孚渐渐产生好感 却没有再跟进一步 虽然整个故事披着黄色的外套 其实更多的还是在探讨沟通问题 不论是对自己的认识 少年少女之间懵懂的爱情 深厚的友谊 还是孩子和家长之间的关系 良好的沟通都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一步 还别说像我这样的社空老阿姨 也学到不少交流技巧呢 嘻嘻嘻我是转马 今天就带来第二季一到四集哦 准备好起飞了吗 诶诶小欧你在干嘛 原来自从和欧拉伯伯以后 小欧终于突破了自我 整个暑假都沉浸在DIY的快感中 不过她似乎DIY上瘾了 她简直解锁了随时随地 都能十根的成就 少年你这频率也有点忒高了 小心以后实战的时候感受不到刺激哦 是的 理论当时小欧即使有了女友 到现在还没有进行实操 新学期开始 艾米托里姐妹团只能乘公交上学 杰克森回到泳池练习 没服不在 小欧就关闭了诊疗室 一切看似风平浪静 直到她来到学校 发现同学们中爆发了医院体感染病 这种病只有性接触才会感染 然而整个学校的学生常识几乎为零 以为随便通过空气啥的都会得上 顿时校园里开始上演疯狂的行尸走肉 任心惶惶一片混乱 这样的情况引起了董事会主席马克星的注意 他有责任考察监督学校的情况 也有很大的权利监督和任免校长 他的到来把校长吓得不轻 老师和家长们还没采取行动 学生间就开始流传是马花便传播了疾病 所有人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揣测马花便的新生活 变着花样羞辱她 收到马花便的求助 小欧心软重开诊疗时 马花便做过全面性健康检查 可以证明她不是传播员 但她得病的朋友根本不理会 只把错误推到她头上 小欧为了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 让马花便朋友列出炮友名单 一个个排查 可惜挨个排查后发现 他们的炮友都很健康 调查陷入了僵局 小欧在调查的同时 欧拉和学校给她安排的带领者莉莉见面 莉莉会帮助欧拉熟悉学校 更快融入校园新生活 莉莉的介绍简单粗暴 把学校里学生的分类介绍个遍 书袋子出男出女组 西大麻沙B组 校园姐妹团等等 一个帅气的锅盖头 吸引了所有人的主意 新角色上线 她是来自法国的转校生 无时无刻不再散发魅力的拉西姆 这样散发着Gay气息的家伙 自然也吸引了我们可爱的艾瑞克主意 放学后 校欧准备和欧拉来场实操 好好实践一下理论 然而 武器始终无法出窍 这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DIY多了 不拒 混乱怀疑中 她摔下楼梯 结果 看到了妈妈和水电控大叔 雅各不在一起 一对母子 一对妇女 四个人面对面坐着 各自笑话着混乱的关系 我妈居然交了长期男友 长期男友的女儿是我的现任女友 校欧不接手 但也阻止不了这样的情况继续 校长如约举行家长会 然而 面对家长们的质问 她的回复完全没有效果 反而 欧妈的提问和发言 针对青少年学生 性行为和心理的分析 引起了家长们的重视和认同 同样 也引起了马克星的注意 隔天 校长要陪同马克星巡视校园 在这之前 梅夫来到校长室 整个假期梅夫都在打工 意外遇到了 带着小女儿归来的母亲梅妈 梅妈是个瘾君子 之前抛弃梅夫兄妹俩跑路 现在 她号称自己已经戒毒 带着新女儿来看梅夫 看着现在的妈妈 梅夫不想以后变成这样 她把头发染回最初的模样 带着能够证明自己 聪明才智的论文回到学校 希望校长能让她继续读书 然而 因为校长对梅夫充满偏见 压根不想搭理她 我们梅夫可是个机灵鬼 趁着校长陪着马克星外出时 直接占用校广播 宣读自己的论文 而这些论文 都是她之前卖给学生交作业的 为了不让马克星发现 学校存在 不得不承认梅夫的聪明 让她重回校园 并且参加天才班 就在梅夫和校长博弈的时候 马化便和朋友们爆发了斗殴 看热闹不嫌事大 是人类的本性 学生们课都不上了 纷纷围观这场私逼 小欧冲在最前线 试图阻止战争 结果不幸沦为跑灰 被一拳送去见了周公 梅夫得知事情始末 列克告诉艾瑞克 马化便朋友的炮友 还有个路人甲 虽然她仍不在学校 可全校的小秘密 艾瑞克把这个匿名传播员 揪出来交给小欧 在小欧的劝说下 路人甲决定向所有人坦白事情 得病的就是她 校园再度恢复瓶颈 梅夫收到艾瑞克送来的 诊疗室收入 发现房车附近搬来了新邻居 等她回到学校 校欧在艾瑞克的鼓励下 鼓起勇气 邀请梅夫再度开启诊疗室 然而小欧不知道的是 为了改善学校性教育 惨不忍睹的现状 马克星正在邀请她的妈妈 进入校园帮助修改性教育课程 欧妈很快就入住了校园 但是她的首次亮相并不成功 同学们还记得 当初亚当群发的欧妈性教育视频 一看到她就开始起哄 这样的情况 校长乐见其成 她才不希望有人 对她的校园治理之手画脚 为了能够更好地改善性教育课程 学校设置了提问箱 让学生们把对sex的疑问匿名投稿 方便生物老师在课程上进行解答 校长和欧妈都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倒霉的马前卒生物老师只能尴尬 呵呵 梅芙参加天才班 历史老师布置的第一件任务 就是让所有人宣读自己的梦想短文 每个人都对未来有着明确的规划 具体到多少岁会成为什么人 等轮到梅芙时 她有些失落地表示 短文掉在家里没带 梅芙 欧拉和艾米现男友贴心的史蒂夫 都在天才班 课后 梅芙向艾米抱怨 欧拉在课程看自己不顺眼 衣服只高强的样子 史蒂夫却没看出来 艾米一下子看穿 那是因为梅芙还喜欢小欧 梅芙嘴音不承认 艾米也不多说 听男友和好友上课的内容是梦想 她也斟酌着找到自己未来的目标 当个烘培师 别说梅芙觉得看欧拉不顺眼 其实欧拉看梅芙也不高兴 毕竟轻敌见面凤外眼红 不过这样隐形的轻敌 欧拉也就顺带关注 现在最主要的是和小欧的拔萝卜不顺利 让人决定慢慢来 不给小欧压力 小欧也很想子弹上堂 奈何就是心理压力太大 雾气出不了窍 于是她决定从网上学习技术 立志成为加藤因 在尝试过程中 小欧还不停地念叨网上写着的技巧 她觉得这次亲密接触非常成功 傍晚开始就是小镇圆游会 欧拉向莉莉吐槽 小欧的技术差到家了 但是为了维护小欧的自尊 欧拉也只能假装很爽 莉莉劝欧拉对小欧说实话 不然以后的拔萝卜会更不爽地 直男小欧则有着秘之自信 兴致勃勃地向艾瑞克表示 俺的技术超级一流 欧拉都夸奖我啦 嘿 少年 你还是太天真了 史蒂夫在天才版补课 艾米就拖着梅符一起来有缘会玩耍 碰上欧拉和莉莉 两人争奋相对玩设计游戏 还是梅符输了 历史老师也在附近 梅符追上前把梦想短文交给她 其实上课时梅符是带了作业的 可她的梦想和天才版其他人哥哥不入 也就不好意思拿出来了 梅符觉得进入天才版是个错误 她的梦想对于其他人来说 太过平凡普通了 历史老师很爱惜这样的梅符 她的文字很美 梦想也非常美 她相信梅符能够坚持下去的 游戏会上 生物老师把小欧拉到一边 她还需要整聊意见 她和伴侣之间床试不顺利 伴侣希望她说些脏脏话 可她就是说不出口 根据一般经验 小欧给出建议 在事前好好练习 等浴室就能不慌 顺利把脏话说出口啦 没多久 小欧迎来人生挫折 欧拉不好意思把技巧真烂的真相说出口 好友莉莉帮她说了出来 打破了小欧的沾沾自喜 为了女友的幸福 小欧决定向熟悉女性构造的人求助 还记得和同性女友谈亚 出问题的酷女孩露西吗 她就是小欧的求助人 露西告诉小欧 每个女孩的感觉都不一样 她要根据女孩的需求 灵活调整 得到启示后 小欧也告诉生物老师这个道理 随后只奔欧拉家 就这样 欧拉和小欧的指尖亲密接触成功 同样成功的还有生物老师 她的伴侣就是历史老师 沟通后 找着历史老师的要求 两人的幸福生活 水到渠成 和其他人的愉快相比 杰克森的状态明显不对 两个妈妈在家为她吵架 游泳成绩难以提升 训练时看着举重铁块上上下下 归时神差地把手伸了进去 这下手骨折打石膏 将有六周 她不用再游泳了 如果杰克森不能成为运动员 就必须在科研上用功 为此校长给她安排了学业辅导员 天才班的小薇 小薇很不爽这种打乱她学习的安排 为了额外学分也只能接受 不过她又求杰克森一切都按自己的步骤来 不然爱来不来 杰克森难得被这样教训 却也很听话的在游园会补习 然而这么乖巧还是被小薇插刀 别看杰克森现在是校园运动男生 但是根据小薇这么多年统计学研究 这种男生脱离校园后多半成不了大器 再加上现在杰克森手受伤 短暂的运动生涯更加耗不起 如果不好好学习 为未来打算 找份别的职业出路 早晚就是底层打工人的命 这话听着真是字字扎心啊 单纯的爱瑞克就没有这么多烦恼了 最近他最大的困惑就是 转学男生希拉姆总是顶着自己 有缘会还非要和自己一起坐摩天轮 谈论诗词歌赋的第二天 还送了他本诗集 难道爱瑞克的春天又来了吗 爱瑞克的上个春天 亚当就没这么悠闲了 在军校过得并不轻松 好不容易融入 却发现室友搞鸡 室友为了自己的前途 直接陷害亚当藏都 倒霉的亚当又被军校开除 校长气急败坏地把他接回家 表示再给他一次机会 再犯错的话 亚当很有可能被逐出家门 亚当被校长老爸安排在便利店打工 和欧拉成为替班同事 拉希姆果然找爱瑞克约会 陪着他在电完成完了很久 气氛刚刚好 拉希姆直接吻了爱瑞克 俩人的关系更进一步 可当爱瑞克送拉希姆回家时 发现拉希姆就住在开超市的叔叔家楼上 而此时 亚当就在这个超市里面打工 阿瑞克慌张极了 只来得及打了个招呼就跑路了 再说回杰克森 小薇的话对他产生了影响 他开始考虑发展别的兴趣 比如由莉莉担任主编的音乐剧正在招人 杰克森抱着适时的态度去面试男主角 为了练好面试台词 他拜托小薇辅导自己 在小薇的助攻下 杰克森成功获得角色 小薇躲在一旁 看着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诶 你们猜 这两人会不会碰撞出爱的火花 杰克森有了新的目标 梅芙也正在感受艾米的友谊 今年是梅芙的生日 艾米起了个大早 做了蛋糕想带去学校 给好朋友庆祝生日 谁知在公交车上遇到了变态色魔 受到了性骚扰 艾米心里害怕 却强撑着告诉自己没关系 梅芙知道这件事后 强拉着艾米去警局报案 这不是一件小事 在梅芙的陪同好安抚下 艾米鼓足勇气描述了变态的外貌 事后警局的两位警察贴心的送艾米回家 一直陪着她 回家后 艾米原本想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可看到妈妈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样子 她还是选择默默承受 独自回到房间后 才把伪装了一天的坚强放下 哭泣了起来 真的好像给她一个抱抱 梅芙回到家后 正在感受艾米对自己的友情 却不知道她即将迎来亲情 梅妈和现任男友分手 带着小女儿来投奔梅芙了 艾米和梅芙这一天是法治在线的话 那么小欧就是八点档家庭伦理剧 不久前 欧妈和雅各布的关系曝光 为了缓和气氛 四人决定来一场家庭晚餐 可是小欧完全不能接受妈妈拥有固定长期男友 觉得雅各布取代了自己的父亲 在聚会上表现得非常抗拒和具有攻击性 一场好好的晚宴不欢而散 一夜过去 小欧向欧拉道歉 也不是很真心地向雅各布说了不好意思 不过 今天还有件事要做 那就是给梅芙补补上生日礼物 当梅芙收到小欧的礼物时 对她的好感喷涌而出 可惜她还是没有勇气说出来 小欧也依旧不知道梅芙居然喜欢自己 小欧现在最烦恼的 除了雅各布之外 就是欧妈入住学校 她担心自己开诊疗室的工作被妈妈知道 不过 这母子俩倒是经守了同一个案子 健美团的奥利维亚 拔萝卜时不愿意让男友看自己的脸 于是用枕头蒙住她 男友小千千不够 梅芙没有接受这段case 于是她就找上免费咨询的欧妈 欧妈听了她的描述 大致判断奥利维亚的情况 结果说的小男友一愣一愣的 得知此事的奥利维亚找上小欧 我才不是有奇怪性癖 只是觉得自己达到顶点的表情很丑 不想给男朋友看到而已 小欧建议 不如两人都丑丑相对 坦然接受会更好 这招非常可以 很好地解决了奥利维亚和男友的困境 看来这一局是小欧极高一筹 欧妈的校园咨询室还是开了起来 就像当初小欧和梅芙打出名气一样 很多学生都慕名而来 甚至连校长夫人亚当妈妈都偷偷前来咨询 校长看到妻子来找欧妈 非常想刨根究底偷听 当然没有成功 亚当妈妈已经六年和丈夫没有同床相爱了 她希望欧妈能够帮帮自己 但她按照欧妈的建议 换个新花样吸引丈夫时 校长却完全没有出动 只是冷漠地让她早点休息 这一让亚当妈妈充满了不被爱的挫败感 他们的儿子亚当也在经历感情问题 艾瑞克想问问亚当 上学期末他们那场爱的深贵到底算怎么回事 白天亚当不给回应 半夜却把艾瑞克带到一个秘密基地 在那里他们肆无忌惮地打破花瓶玩耍 宣泄压力 天慢慢亮了 艾瑞克偷偷带着一片花瓶碎片回家 分别时两人轻轻相闻 他的心好像又为亚当跳动了起来 回到学校拉西姆突然向艾瑞克提出 正式成为情侣的要求 这让艾瑞克陷入了深深的纠结 嘿嘿嘿 杰克森就没啥逃花瓶了 他现在正在烦恼怎么排练好音乐剧 他的台词功底和表演实在是烂透了 只能又找小薇帮忙 小薇原本不想再浪费时间呢 可杰克森提出会帮他追到心仪男生德克斯 小薇多方考虑后答应下来 小薇最近要参加知识竞赛 德克斯就是他的队友之一 队友还包括艾米男友史蒂夫 梅夫 比赛之前梅妈为了找工作 把小女儿丢给梅夫照顾 梅夫要上场比赛 只能拜托小薇帮忙 梅夫靠着分厚的知识积累赢得了比赛 可他不和队友配合的孤狼行为 也引起了队友的不满 小薇和德克斯商量过后 把梅夫踢出了队伍 史蒂夫也无能为力 梅夫憋得一肚子气 还没有平复心情 就得知小薇把他妹妹搞丢了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两人在校长办公室里 找到了偷吃零食的妹妹 经过这么一阵病患马乱 梅夫忍不住把对小欧的爱说了出来 小欧懵逼了 甚至有些生气 当初我真的真的真的非常喜欢你 现在好不容易能够稍微放下了 还交了新女朋友 你不能这么动摇我 小欧慌乱地逃离 今天还是和欧拉约定 第一次爱的魔力转圈圈的日子 她可不想辜负欧拉 可梅夫的告白让小欧心神不定 甚至在即将拔萝卜时走神 还看到了梅夫道歉的短信 这自然没有逃过欧拉的眼睛 伤心的欧拉让小欧滚蛋 欧拉把这件伤心事和闺蜜莉莉分享 莉莉用她擅长的漫画安慰了欧拉 回到学校 欧妈的咨询室排起了长龙 虽然之前欧妈调解奥利威亚男友失了手 不过还是凭借专业技能 开解了小欧解决不了的案子 主要是她不要钱 现在是小欧被抢了生意 不等小欧找个人抱怨 欧拉找上了她 不仅是欧拉的感情有了挑战 小欧的爸爸忽然回国 搞学历的欧巴和朴素的雅各布 两人之间的差距会让欧妈有所动摇吗 欧巴和欧妈会不会重燃激情 毕竟他们差点又发生关系 看来不管是校园孩子还是大人们 都有混乱的情感问题要处理呢 小欧和艾瑞克这对好友 都遇上了情感上的选择 艾瑞克会选择旧爱亚当 还是新欢拉西姆 小欧能割舍和梅芙的牵绊 完完全全属于欧拉吗 梅芙迎来了梅妈的回归 可她能够得到缺失的母爱吗 艾瑞自从被性骚扰过后 就开始害怕坐公交 她能走出这片阴影吗 杰克森和小欧的互助门约 又会有怎样的进展呢 嗨皮的来看完性爱自修士第二集 五到八集吧 上期末尾小欧和好旧艾瑞克都遇到了情感抉择 小欧被欧拉下了最后同志单 没符合她只能二选一 艾瑞克则在旧爱亚当和新欢拉西姆之间摇摆不定 不过还好 这个周末不用想这么多 欧巴决定带着两个大男孩去森林野鹰 好好感受大自然的气息 说是野鹰吧 欧巴完全没有经验 看到乌鸦认成野鹰 看不懂地图像指挥 不肯提前打好帐篷 还拿出酒给小欧和艾瑞克喝 要求大家及时行乐呀 三人在森林里探索 小欧巴爱情选择难题告诉了欧巴 希望这个情感专家能给自己点建议 欧巴只告诉他要听从内心的选择 哪怕其实最终选择的对象并不适合自己 艾瑞克听得若有所思 一碗心灵鸡汤喝完 三人就为一场大雨淋成落汤鸡 帐篷也搭不起来 欧巴忽然情绪爆发 指责一切都不顺心 嘶吼着不认命 打脸来得猝不及防 小欧在森林里转悠 梅府却被梅妈拉到了戒毒护住会 借着会上吐鲁新生的机会 梅妈表示自己总是遭遇不幸 所以日子过得很不好 才会吸毒抛弃儿女 希望梅府原谅自己 梅府觉得梅妈当着这么多人 提出这个要求有点道德绑架 犀利地指出妈妈的人生悲惨 不是因为她倒霉 而是她自己做出的选择 毕竟当年没人用刀架 在她脖子上逼她吸毒鸭 梅府气呼呼地离开 半路上遇到了搬来的新邻居 轮椅男 在借兮兮的邀请下参加了一场老年交易舞会 得知梅府的母亲在戒毒 轮椅男警告她 一次吸毒 众生成瘾 别那么相信你妈 梅府自己可以怼妈妈 但有别人质疑的时候 她还是暴露内心深处的渴望 她相信 或者说希望妈妈这次真的会改过自新 等回到家 看到妈妈伤心的哭泣 承认自己走到这步怪不了别人 也不敢奢求女儿的原谅时 梅府还是转下了心肠 其他同学们还是各有各的生活 杰克森偷偷练习音乐剧台词 没有把这项新的尝试告诉两个妈妈 还帮助小魏追答题队友德克斯 成功要到了对方的电话号码 艾米还是害怕公交车变态 于是不再搭乘公交车 各种社交活动都选择徒步 不过对变态的恐惧开始蔓延 她甚至无法平静地和男友史蒂夫把萝卜 好像所有疫情的接触都让她不舒服 亚当和欧拉在潮湿工作 最近欧拉总是梦到和莉莉酱酱酱酱 她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向 顺口问亚当怎么判断这事 亚当嘴硬自己是钢铁直男不懂 让欧拉有时去谷歌 欧拉很快就得出结论 她是犯性恋 也就是只会被对象本人吸引 跟性别没有关系 这个听起来有点帅 亚当虽然说自己是直男 但小伙伴们都知道这家伙 不管看着男生还是女生的海报 都能进行自己的摩擦实验 这什么性向呀 你猜 孩子们问题多多 大人们也不平静 欧拉太久没有试过固定男友 雅各布的无处不在 让她觉得恐慌 甚至在工作时 雅各布都会来打扰 欧拉不得不坦白 她和欧巴接吻了 雅各布选择了离开 亚当妈妈正式成为欧妈的客户 在欧妈的指导下学会了DIY 感受到了六年以来 没有过的舒爽 同时也让她下定了决心 是时候结束无信的 充满不安全感的婚姻 她向丈夫校长提出了离婚 再说回森林三人组这边 在酒店住下后 埃瑞克向小欧坦白 自己曾经和亚当有过亲密接触 和拉西姆约会又很开心 现在由于到底该选谁 小欧并不看好亚当 两人为此吵了起来 却被欧巴打断 原来欧巴最近过得也不如意 她号称被显然妻子戴了原良帽 觉得自己很失败 然后隔天一早 小欧就发现 爸爸意气分发地 搞上了前台小姐姐 小欧这才意识到 爸爸才是给人戴原良帽的那个 被发现后 显然妻子把她扫地出门 看到欧巴的不思悔改 小欧不想变成这样的渣男 最终下定决心 给美孚发了绝交短信 埃瑞克也做出选择 她答应了拉西姆的告白 不再理会亚当 拉西姆收获了快乐 小欧惨造滑铁炉 欧拉理清了内心 她对小欧的喜欢 只是朋友的感觉 她喜欢的人是莉莉 于是果断和小欧分手 找莉莉亲吻告白 莉莉一脸懵逼 把欧拉拒之了门外 小欧一下子人人两空 这让她激了一肚子气 对美孚和欧拉都没有好脸色 欧拉分手的理由 是觉得小欧做人太紧绷 这让她摸不着头脑 我很放松的好妈 为了证明自己真的很放松 在埃瑞克的即将法下 小欧宣布放学后 要在家搞一场自由的哄怕 好机有出口 埃瑞克自然响应 还硬着头皮邀请其他同学 她亲自出马肯定不行 在拉西姆这个帅哥男友的帮助下 还是有不少人答应回来 小欧不肯邀请美孚参加 可埃瑞克是谁 她一直相信这两人会有爱的活花 现在更是要当好聊机 她偷偷邀请了美孚 欧拉明确感受到 莉莉对自己的好感 可告白后 莉莉却躲得远远的 她不明白其中的原因 只能到欧妈的校园咨询室求助 小欧看到这一幕 想知道欧拉是不是 倾诉了他们两人恋爱的问题 为了搞清楚这一点 她把欧妈的咨询笔记投了出来 当小欧把咨询笔记藏在储物柜时 校长路过刚好看见 她的心里似乎也在盘算着什么 夜晚降临 无数校园同学涌进了小欧家 派对热热闹闹开了起来 梅芙自然也来了 不过邻居轮椅男也跟着来凑热闹 小欧还是很想知道 欧拉对自己的态度 打电话把她找了过来 整个派对都嗨了起来 连一罐严肃低调的小欧都喝起了酒 小欧的酒品可能不太好 喝多了之后 整个人都开放了 直接走到人群正宗 把对欧拉和梅芙的不满 一口气说了出来 欧拉莫名其妙分手 梅芙喜欢自己 却还带着其他男人参加派对 这俩女人都太坏了 小欧就这么吐鲁的心声 昏然不知 已经把欧拉和梅芙彻底得罪 梅芙今天本来很开心 她之前被踢出知识竞赛队 后来队伍里的新成员无法参赛 小欧也只能拜托梅芙救场 这次竞赛 梅芙没有在单打独斗 而是和队友配合默契 不但赢下了比赛 也赢得了队友的信任 因此她高高兴起来参加派对 只是出门参加派对时 刚好遇上轮椅男 轮椅男对梅芙有意思 她采取可怜政策 说动了梅芙带她来玩 可这在小欧眼里 就成了梅芙找别的男孩搞爱美 故意让自己吃醋的行动 欧拉来派对主要是找莉莉 希望两人能够好好谈谈 可莉莉却连朋友都不想和她做了 现在两个女生都被小欧的发言祈祷离开 欧拉在路边撒气 正好碰到了亚当 亚当是来这边找艾瑞克的 他不能接受艾瑞克突然不再理会自己 就像当初艾米和他分手一样 他难道又要勇闯一次派对 不过这次下场还是一样 因为亚当并不愿意在众人面前 承认两人有关系 艾瑞克拒绝了亚当 两个失忆的人来到亚当的秘密基地 把所有的不快乐都宣泄到大杂活动上 派对上除了这件大事件 还有很多小故事 艾米还是无法摆脱变态造成的阴影 对于男性的触碰到了万分抵抗的地步 她也有没法把这种感受告诉男友史蒂夫 只能忍痛和她分手 校园姐妹团里的安瓦尔虽然已经出柜 但还是没有任何经验的 她之前求助小欧 小欧也只能摆脱懂行的拉西姆 来扩充自己的知识面 这些硬核知识并没有派上用场 因为安瓦尔向男友坦白自己是出歌 两人愿意一起探索 杰克森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白妈妈希望她立刻恢复训练 这让她的压力倍增 之前她就是故意受伤 现在压力越大 她就越想自残 小欧看到了杰克森心理上的不对劲 及时把这件事告诉了杰克森的家长 孩子们的小打小闹 还可以说是青春期的经历 那么校长就显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了 她叫妻子求和失败 于是从小欧的出物柜里 透出了欧妈的咨询笔记 找到妻子的咨询分析 里面慢慢都是妻子的控诉 校长用高压和冷酷 不断打压妻子的自信 对儿子冷漠充满控制欲 这些话对校长来说就是刺激 她认定是欧妈教唆妻子离婚 又想到现在欧妈还在学校开咨询室 简直是在打破自己治理校园的蓝图 她撕掉了笔记里对妻子的分析 把其他信息都扫描复印 决定来个一不做二不休 疯狂的派对也过去 小欧一觉醒来就有个大惊喜等着 她终于破处啦 然而对象既不是女神梅芙 也不是前女友欧拉 等等等等 你们猜是谁 竟然是校园姐妹团里的劉比 哎呀 草帅了 揪心后的小欧回到学校 昨天还是她对欧拉和梅芙生气 今天就轮到两个女生对她书中止了 不过还有更大的事情 一夜之间 学校里到处散播着欧妈的咨询笔记 每个人的隐私都暴露了 这都是校长的手笔 为的就是搞臭欧妈把她赶出学校 上课时 路比偷偷找上小欧 两人昨晚上打仗时 似乎没有带小雨伞 她只能找小欧帮自己去买避孕药 药店卖避孕药不仅要女生亲自来 还要查家族病史等等等等 小欧这才知道路比的父亲生了重病 路比也只是个对外刻薄傲慢 内心会脆弱的女孩罢了 欧妈来学校处理资料外泄的事 意外得知小欧在学校里开诊疗时收钱的事 她立刻回家 从儿子的卧室里找到了收钱的证据 怪儿子变了 欧妈只能找雅各布倾诉 雅各布虽然体贴地当着情绪垃圾桶 却拒绝了欧妈提出两人复合的要求 并不是她不原谅欧妈亲了欧爸 而是从欧妈之前的表现里 看出她目前还无法接受稳定的爱人关系 欧妈笑着和雅各布告别 独自一人时 只能默默压下心中的悲伤 校园里的混乱没有影响杰克森 白马和黑马知道儿子有自残倾向 就带着他去看心理辅导 半路上汽车意外爆胎 杰克森也趁机把内心的压力说了出来 白马这才意识到儿子的真正想法 杰克森并不是白马血缘上的孩子 他害怕儿子会不爱他 小时候杰克森很喜欢和白马一起游泳 这是母子俩最亲密的时刻 他这才逼迫儿子游泳 潜意识里以为这样就能让母子关系永远亲密 却不知道这反而让杰克森压力倍增 母子俩把话说开 杰克森也告诉妈妈们 他要参加音乐剧演出 得到了妈妈们的支持 同样不受影响的还有埃瑞克和拉西姆 拉西姆跟着埃瑞克去体验教堂礼拜 和他的家人熟悉起来 可拉西姆的表现一眼难尽 他是坚定的无神论者 并且无断地认为埃瑞克也是 也许在埃瑞克看来 拉西姆很让人心动 是个贴心的男友 可爱妈却不喜欢这个男孩子 因为在他看来 儿子在拉西姆面前失去了自我 学校的混乱没有结束 因为咨询笔记曝光 历史老师和物理老师的恋情也被公布 包括历史老师啪啪师喜欢听脏话的爱好 有人在女更衣室的镜子上有口红写了羞辱历史老师的话 当时在场的所有女生都被留校 历史老师给她们布置各种作业 除非有人承认是罪魁祸首 不然大家一起背过 作业的题目是想想什么让女性团结 六个女孩子想了很多都没有共识 美孚和欧拉差点吵了起来 直到艾米哭出声 原来艾米被变态男人骚扰的创伤后遗症越来越严重 她不敢再穿得美美搭 有时甚至会产生变态男人就在附近的幻觉 自从被骚扰过后 她就觉得公交车非常可怕 每天只敢徒步上学 觉得世界都变得不安全了 其实不仅是艾米 在座的每个女孩 美孚 欧拉 小薇 奥利维亚 都有被男人骚扰的经历 莉莉也曾在某个网站上浏览到 很多男性喜欢录武器的照片 女孩们 她们遭遇的这一切都不是女孩子的错 不是因为她们穿得好看 不是因为她们化妆 不是因为任何她们自身的原因 请记住 她们遭遇这些 是因为那些骚扰她们的男人图谋不归 无辜的女孩子没有任何罪 倒是通过这件事 女孩们找到了共同点 团结了起来 很快 老师们就找到了一些羞辱留言的家伙 是艾米那个老子不带猴死的前男友 她号称是因为艾丽丝老师 才会写下这样的话 Excuse me 你怕不是真的是老子有病吧 女孩子们得到了回家的许可 但她们并没有立刻回家 而是在欧拉的带领下 来到了秘密基地 在这里 她们可以肆意打破玻璃 发现内心的不安和害怕 最终 欧拉和梅夫和解 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莉莉接受了欧拉的追求 第二天一早 艾米上学再度路过公交站台 那里有五个女孩正在等她 她们陪着艾米坐上公交 帮助她破除内心的恐惧 也许这就是女性的团结互助 小欧开诊疗室赚钱的事 东窗事发 欧拉非常生气 觉得这样随意给别人情感诊疗 还进行收费是非常不负责任的 小欧觉得这时就是欧妈大惊小怪 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 被学校扫地出门 无法和雅各布继续 儿子叛逆 一桩桩事情气压下来 欧妈的情绪有些崩溃 但她固执地认为 自己只是得了更年期综合症 去医院进行诊断治疗 结果一通体检下来 有了意外发现 她怀孕了 这孩子应该是雅各布的 小欧嘴上对妈妈说 开诊疗时收费没什么 可看到欧妈为了她操心难过 她还是很自责的 因为拍对的是 美副不太愿意和小欧和解 她不恨小欧 只是对她很失望 欧拉点醒了小欧 她明明有不满 却总是一直压抑自己 试图做个好人 最后累积爆发 才会让人猝不及防 感到失望 小欧会有这样的性格 完全是因为她害怕 一旦放纵自己 就会变得像欧爸一样不负责任 想要改变这样的自己 就必须从源头上解决 那就是去问问欧爸 为什么她会变成这样 欧爸事业上算是个成功男性 可私人生活一塌糊涂 简单概括就是 对个人妻子孩子 她都是个严格意义上的混蛋 欧爸也知道自己不对 因此她劝儿子 用尽各种办法抓住身边爱自己的人 不要让他们失望 转头小欧看到美孚正出现在电视上 听了欧爸一席话 小欧给美孚打电话留言 她喜欢美孚 也知道美孚喜欢自己 自己不能让她失望 今天正好是知识竞赛的决赛 比赛前 艾米送来了加油蛋糕 不仅是给美孚 还给史蒂夫做了一个 向她表明自己还爱着她 但希望再给一点时间 让她走出阴影 之前美孚的邻居轮椅男 偷偷给她打小报告 没骂不太对劲 有可能偷偷复吸毒品了 美孚从各种细节也开始怀疑 于是便把家里的钥匙给了轮椅男 让她帮忙找找证据 轮椅男的哥哥趁着美孚不在 很快就从屋里搜到了毒品 轮椅男拍照当作证据 发给了美孚 美孚非常痛心 硬直心肠拨通了举报电话 她不能让妹妹 也有这么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经历她小时候 被抛弃伤害的痛苦 只是竞赛过程非常惊险 对手很强大 站在队友们的聪明和配合下 美孚这队获得了胜利 然而她也没有想到 说好不来的美孚 居然出现在现场为她加油 美孚难得感受到了妈妈的爱 可这也无法改变妈妈吸毒 要被社会服务局的人带走 还要把她和小女儿隔离的现实 今天还是音乐剧表演的日子 拉西姆很不欣赏音乐剧 也没有办法get埃瑞克 对剧目海报的调侃 然而这一切亚当可以做到 亚当来给校长送东西 他想回到学校读书 正好遇上埃瑞克 两人的笑点和槽点一致 聊起来非常开心 不远处的拉西姆看在眼里 有点不高兴 音乐剧正式开始 家长和学生们陆陆续续进场 马克星也跟着校长来参加这项活动 杰克森在妈妈们期待的眼神中 勇敢地走上舞台表演 亚当却忽然冲了上来 他有话要说 曾经亚当在校长爸爸高压教育下 以为人就该压抑地活着 不能行差他错 因此即使真的喜欢埃瑞克 他也从来不愿意大声说出口 害怕以后会失去 你一定要让自己所爱的人 明白你的感受 即使这会让你痛苦不堪 人生还处在灿烂的青春期 何必要活得死气沉沉 即使以后会害怕 但至少曾经真心拥有过 以后回忆起来 至少没有遗憾 亚当终于冲破内心的害怕 就像当初 他傻乎乎地 在全校面前露出武器 这次 他也要大声出柜告白 亚当在全校师生面前 勇敢地告诉所有人 他喜欢埃瑞克 想要和埃瑞克在一起 虽然有点心疼拉西姆吧 但埃瑞克也要面对内心 他是真的喜欢亚当 他牵起了他身处的手 这个插曲结束 演出还要继续 校长这才发现 音乐剧不是普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而是带有性色彩的改编剧母 他突然暴走冲上台 觉得这剧完全不堪入目 并把这一切都怪在欧妈身上 觉得是他用性污染了孩子们 欧妈来不及会罪 小欧帮妈妈站了起来 欧妈来学校开咨询 是来帮孩子们解决各种问题和烦恼 他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给了学生们很多帮助 这得到了他们的肯定 马克星全场围观了校长的失控 强硬地把他带了出去 从最开始 学校医院体传播开始 他关心的就是学生们的 生理健康知识科普 欧妈做到了这点 可校长却把欧妈认定 是来夺权的对手 加上生活的不如意 儿子的叛逆 都让校长无法保持理智 马克星意识到 校长需要休假 调整一下自己了 音乐剧还是成功完成了 艾瑞克把亚当 介绍给妈妈和妹妹们 不同于对拉西姆的不看好 爱妈很愉快地接受了亚当 小欧向欧妈道歉 以后不会再让他失望 不会做个讨厌的独生子 嗯 亲爱的 也许不久之后 你就会有个弟弟和妹妹咯 杰克森的出色表现 离不开小欧的帮助 之前小欧把她的心理问题 告诉她家长 杰克森一度和小欧绝交 现在两人还是好朋友 学霸和学渣 也许会有一段 可爱的友谊呢 音乐剧表演是 美孚没有来 小欧决定去找她 这都掉寂寞了 确实应该好好和解一下了吧 美孚因为举报 没骂的事很不开心 罗尹南邀请她一起吃饭 可家里食餐没有了 美孚自告蜂蜂去买 却把手机留在了伦尹南家 美孚外出时 小欧刚好找来 伦尹南很快就支走了她 小欧走之前 拜托伦尹南 转告美孚她来过 并且记得看短信 转头 伦尹南就偷听了 美孚的手机短信 里面是小欧 对美孚的道歉和告白 这番话最终只说给了我们听 因为伦尹南果断删掉了她 而远处的美孚望着星空 一无所知 哎呀 真是气得我 恨不得冲进屏幕 把她从伦尹上救出来暴打 不过编剧为了第三集 真的搞事情搞得很明显 想想现在 哪个人不是手机不离手 美孚从比赛玩到半夜 都没有看过一眼手机 出去买东西 非要把手机放在伦尹南跟前 别问为什么 问就是剧情冲突 心爱自修是第二季 到此结束 本集不再是一集一个 整聊故事为主 主角感情线为辅的模式 而是更多的展开了校园群像 艾瑞克 杰克森 欧拉等等人物 故事线和人物性格 都变得丰满起来 从第一集开始就说过 这是一部披着Yellow外皮 内核依旧是青春期 少男少女们感情的故事 两集看下来 它却是如此 但又不是无脑嘻哈的喜剧 本集 我最喜欢的一集 就是六个女孩 探讨男性对女性的态度 最后团结一致帮助艾米 走出阴影的那一幕 不知道第三季 还会给我们什么惊喜呢 喜丽丽 我是抓马 一口气来看完 心爱自修是第三季咯 赞小欧没付CP的 这一季有好消息咯 上学期大型表演结束 老师和学生们开开心心过暑假 除了白萝卜 就是嘿嘿哈哈 就连小欧都开始 勇气了大宝贝 哇 她什么时候找对象了 不过她这个特意留的八字胡 真的有点丑 心爱话剧的是 成为小镇媒体大肆报道的主题 很多人带着恶意调侃 把学校叫做心爱学校 苦逼的校长被董事会开除 周年失业老婆分居 只能借宿在自家社会精英的大哥家里 几乎天天都要被大哥 用各种方式羞辱吊达 学期开始 董事会派来新校长霍普女士 她年纪不大 一登场就跳着欢快的舞步 行为做派看着哭得不得了 打击学士的提出让学校回归正规的口号 一下子就抓住了学生们的心 早会结束 霍普就约见校园风云人物 小欧和梅芙 之前轮椅男删掉小欧的留言 梅芙以为小欧还在生气 小欧也以为梅芙拒绝了自己 两个人整个假期都没有联系 霍普关心他们开黑诊所的事 两人都保证黑诊所已经关闭了 小欧和梅芙明显有话和对方说 可就是谁都没开口 你们开口问问电话留言的是会死吗 看得我着急死了 转头小欧接到一条神秘短信 就屁颠屁颠跑到了飞机厕所 她的固定跑友居然是卢比 这个女孩可是破了她的处呢 两人还没提枪上阵 就听到附近有声音 小白脸独爱时没法让女友信奉 正在寻求性爱之王的帮助 性爱之王信誓旦旦保证 一定是你的长度问题 然后就顺手说了咨询费 小欧一听黑诊所居然还有人在开 而且答复内容还这么不靠谱 立刻就想阻止 结果只认是艾米的傻子前男友 小欧想举报傻子前男友 可傻子前男友看到了她和卢比在一起 说法都不想暴露自己 大正协议装作无事发生 小欧把这件事告诉了Eric 当然要求他保密 不过我们Eric只听到了一点 哇塞 我哥们居然在跟校友女生约会耶 卢比不愿意把自己和小欧的关系暴露出去 小欧也尝试着这种不带感情的泡友生活 可当卢比再次把约会地点定在森林 回避被人看到时 他还是生气地表示要断交 让我们来说说Eric吧 他现在和亚当确定关系 不过相对于Eric大大方方 亚当还有些不适应 校园里只要有人议论他是同性恋 他就会忍不住上去揍人 Eric不喜欢这种行为 亚当也不太会应对 还好亚当还有欧拉这个朋友 交他换个方式发泄情绪 再多和Eric说说想法 这个方法效果显著 很快亚当就能坦然面对别人的调侃 奇怪的是 但他自己放松了 别人反而也就没有再多议论了 小白连听过心爱之王的话以后 就一直很在意长短 尤其是在更衣室里 看到亚当的大大大大大宝贝 更是受到极大的刺激 跑到废弃厕所脱光衣服 试图量一下尺寸 可他不知道这里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新角色卡尔 杰克森被霍普约坛 想帮他打造校园新形象 展现给媒体们 杰克森在离开校长室的路上 就遇到了分区幽默的卡尔 对他有很大的好感 不过这个卡尔似乎有点不一样 他不喜欢在女生更衣室换衣服 就偷偷来废弃厕所 另一个就是历史老师了 他就是找地方偷偷抽烟 不过看到霍普正在接受媒体采访 打算悄悄离开 意外捡到了小白脸的衣服 也不知道隔间里有人 就顺手拿走了 小白脸晃得要死 光着身子掏了出去 刚好被采访的摄影拍了下来 小欧和卢比约会的事 在校园里传开 他气呼呼地想找傻子前男友算账 意外和媒服找到射死的小白脸 正巧傻子前男友自投罗网 两人先帮小白脸解决问题 表示想让女友舒服 靠的不是长度 是技巧 傻子前男友说 不是自己泄露的秘密 但小欧还是向霍普 举报了废弃厕所的黑诊所 不正规经营的医院还是早点倒闭的好 那么到底是谁泄露了秘密 当然是给美Eric啦 秘密这种东西 就是我只告诉你一个人 你别告诉别人哟 不过这也算是好事 大家都知道了 露比反而坦然 她决定再给小欧一次机会 两人大方约会 还没等小欧高兴 所有学生就冲到飞机厕所 霍普决定从根源上缠出黑诊所 把办公室都给缠掉 小欧和梅夫看着飞机厕所消失 都感到有些失落 人群中卡拉的表情非常复杂 似乎她比所有人都难过 说完学生组 再来看看理智成熟的大人们 上季末欧妈怀孕了 她一直犹豫着没告诉雅各布 肚子一天天鼓起来 小欧也催她快说清楚 欧妈只能给了雅各布一个大惊喜 雅各布面对突如其来的当爹预告震惊了 不过她还是愿意陪着欧妈 参与到宝宝的降生和抚育过程 不得不说雅各布大叔是个好男赢啊 好男赢还爱着欧妈 不过对于之前欧妈出轨的事 还是有些在意 为了重塑两人之间的关系 他们去找专门树立伴侣关系的心理医生 按照医生的步骤拉近关系 结果只是看到对方的眼神 就忍不住爱意勇动 在一番酣畅淋漓的带求决斗后 雅各布和欧妈决定 带着孩子一起生活试试 小欧和欧拉真的是前任变兄妹了 两人对这件事一言难尽 好在都选择尊重父母的意愿 回到孩子们这边 自从知识升格成露比的约会对象 小欧就变成大型玩偶 任由露比按照她的评委 传承给友安娃二号 说话吃饭走路姿势都有了规定 不过唯一的好处就是 露比刮掉了小欧丑的要死的八字狐 学校也开始搭边样 霍普制定新规则 派人在各处都标明黄线 储物柜也被刷成统一的灰色 他还委派杰克森当自己的代言人 希望他能说服学生们在走廊里 都排队有序走路 有等生小欧觉得 这是霍普管理学校的好方法 能让学生井然有序 加强团结 拉姆西却看得更加深远 这话题不是关系 它是关系 霍普委托杰克森去把涂鸦墙刷掉 小欧为了多多学分 自告奋勇地要协助杰克森 卡尔不希望把涂鸦刷掉 虽然上面画的都是小咕咕 但这可是学校历史 杰克森原本就不想干 有了卡尔的这层解读 决定去和霍普商量一下 学校的变化影响不了 Eric的好心情 他终于要和亚当深入交流了 对的 这两个男生之间一直都只是互帮互助 不过看他们青岛农石的表现 怎么看都觉得不太对劲啊 难道是一宫难求满地飘零 Eric做好了所有准备 亚当却退缩了 面对男友疑问的衍生 亚当居然一句解释都说不出 Eric气死了 嘟囔着小欧让自己 小心被亚当欺骗感情是对的 亚当啊 又哭说不出 他不忍心对Eric生气 只能照小欧算账 让他少插手两人的感情 不过亚当也不是真渣男 他从小就被校长老八熏赤长大 一直于出现后遗症 一旦跟人面对面 就很难开口说出自己的真正想法 小欧给他想了个好主意 以后有什么想法 干脆背对着别人说出来 就这样 亚当用这种方法认真地告诉Eric 他想做下面的那个 只要男友爱自己 剩下都不是问题 Eric笑得一口大白牙 这种方法不止适用在情侣之间 我不是说剩下问题啊 是背对背沟通 亚当鼓起勇气告诉历史老师 他想好好学习 希望老师能给他帮助 学生要上进 历史老师当然举双手赞成 不过 有些事情光靠男友或者朋友 是解决不了的 比如Amy 之前公交车色狼事件 还是给他留下不可抹除的阴影 他现在不愿意被男朋友碰 不是他讨厌男朋友 而是整个身体似乎都开始抗拒异心了 他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助 梅芙替他向小欧传话 希望欧妈能够给Amy做疏导 小欧答应下来 很快就把这件事告诉妈妈 只要Amy约好时间 咨询就不成问题 梅芙难得和小欧说上话 现在小欧跟露比很要好 她觉得也是时候放下 尝试和轮椅男发展一下了 美妈被带走后 妹妹就被寄养在安娜家 安娜是个温柔善良的女人 很适合成为正式受养人 梅芙一直想跟妹妈和解 可妹妈不肯原谅她 这段难熬的时间 都是伦以南陪她度过的 就当两人要进一步时 伦以南却受不了良性的谴责 自保删掉小欧的流言 梅芙最讨厌欺骗 生气得不再理伦以南 她一直以为小欧还在生气 却没想到是自己的不回应 让关系变得生疏 鉴于小欧不知道这点 她现在只是在烦恼 该不该继续当露比的玩偶 使证明她俩是谈恋爱 不是奇迹暖暖大变身 小欧告诉露比 她要做回自己 这样直接的沟通是行得通的 露比欣然接受 杰克森向霍普争取保留土牙墙 霍普也不废话 不听话的学生随便缓 立刻指定小薇接替杰克森的 狗腿子工作 小薇乐点点地接受了 霍普被杰克森拖了面子 有些不开心 再看到因为讨厌被小欧模仿 穿得更加画质招展了的安娃儿 回到校长办公室 就发布新命令 明天开始 你们通通都给我穿校服 不穿的后果很严重 学生们只能乖乖听话 第二天一早 所有人都换上校服 有一说一 虽然这剥夺了学生们的穿衣个性 但校服也好好看哦 艾米一早来到欧妈家 老老实实等着欧妈给自己做书倒 可惜家里太恼了 雅各布带着欧拉刚搬到小欧家 大家生活上面摩擦可不少 欧拉随便拿走小欧的唱片 雅各布找不到打包的行李 就大嗓门指挥欧拉 整个家热闹极了 还是欧妈挺着大肚子 让他们消停一下 虽然兄妹俩上同一所学校 但就是要分开走 欧拉吐槽和助麻烦 莉莉却没有仔细听 一心冲上山坡 之前她在这里发现麦田怪圈 似乎能够应征外星人的存在 她想带欧拉看 可现在下面什么都没有了 学校里所有人都穿上校服 霍普还是不放心 叮嘱小微当纪尾 把不好好穿校服的人 都记在校本门上 校园成会上 霍普更是把校歌更改 成为拉丁语版的 团结就是力量 嗯 这么该有什么意义 有逼格 为后霍普点了四个女生 进办公室 莉莉画着外星人妆容 欧拉佩戴彩虹勋章 彰显同性恋评圈活动 眉幅的头发调染成彩色 卡尔干脆穿的就是男士校服 你们的仪容着装都不符合规定 必须整改 梅幅还有另外一件事 之前力士老师给他一份美国的自由生项目 梅幅因为没钱不打算申报 霍普承诺会帮他拿学校董事会赞助 只要梅幅好好表现 别放弃机会 梅幅想找小巫聊聊留言的事 可看到他和卢比在一起 就放弃追究这件事了 因为飞机厕所被铲除 卡尔只能去女更衣室换衣服 卡尔显得十分的不自在 而他穿的半身背心 也引起了其他女生的议论 这样卡尔很不开心 正巧杰克森因为小巫狗腿子的表现不爽 两人干脆约好出去玩 卡尔带着杰克森来到山顶 给他分享打麻烟 最近杰克森很焦虑 自从不再游泳 他好像有些找不到人生方向了 虽然两人的困境都还没有解决的办法 但是在烟的加持下 两人互相倾土心生 确实感觉到解压不少 小儿这边也很轻松 他带着卢比和艾里克亚当 来了一场四人约会 在保龄球游戏和交流聚集的相处下 小欧和艾里克都了解到 朋友的伴侣很好相处 亚当看起来傻大汉一个 没想到我撕逼综艺没少看 可卢比聊起卡带山家族 那是一个如数家争 知识亚当虽然能在同学面前放松 但还是不敢向妈妈摸铃出柜 介绍艾里克只说是朋友 艾里克的家人可是都知道亚当的 这让艾里克多少有些失望 小欧倒是有进展 卢比从来没有让人来过自己家 哪怕是安瓦和奥利维亚 因为她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白富美 小欧不在意 掺着卢比去了她家 卢比家母亲上班养家 父亲瘫痪在床 没想到校园女生卢比在外毒蛇冷酷 在家是照顾父亲 体贴母亲的一把好手 小欧心疼卢比 也帮着一起照顾她父亲 卢比父亲很高兴看到小欧 她说卢比在家总是小欧床 小欧短个没完哦 正巧卢比父亲的好友来拜访 居然是没福的房东老公 最近房东夫妻俩养的猫死了 女房东就把所有精力发泄在啪啪啪上 老公的事有些吃不休 过来和好兄弟吐槽呢 小欧好心给她开解 其实女房东是把失去猫咪的悲伤压在心里 房东回去就和妻子开诚不公的谈话 夫妻俩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 女房东就把猫当成他们的娃 现在猫死了 就像是自己的孩子死了一样 这才把悲伤宣泄出来 美福回家发现美妈居然在轮椅男家 原来美妈回来取护照 想夺回小女儿的抚养权 可没有要是进不了门 轮椅男知道美福的心结 于是借口画画把美妈留了下来 母女俩终于可以面对面说话 美妈本来就有错 只是以为美福恨她才举报 现在知道美福还爱自己 她嘴上不承认 但行为上还是傲娇的原谅女儿了 也是因为这件事 美福原谅了轮椅男 小欧回到家 欧拉也在 两人渐渐接受同住的情况 决定互相体谅 临睡前 露比打来电话 感谢小欧今天的帮助 最终忍不住说了一句 我爱你 看来露比是走心了 然而小欧听到这句话 反而慌了 只是匆匆说了句 晚安 显然小欧心里还没有放下美福 而露比那边一挂断电话 眼泪就忍不住流了下来 接通电话之后 露比就对小欧冷淡起来 不比武 不勤勤 不抱抱 小欧只能找Eric出主意 Eric一听 就知道这锅多半就是小欧的 小欧喜欢露比 但能提到爱的 那只有美福 可惜两人都是过去式 Eric劝小欧不要拖着露比 拖得越久 伤害越大 不过给人冲击性 更大的是安娃 她整张脸肿起来 跟毁容了一样 小欧试图跟露比聊聊 可惜露比不给机会 以前好歹她还能当个拎包小弟 现在连帮露比拎包的资格都没有了 女校长霍普已经熟悉了学校 正式开始动手给学生们狗诗 让老师们给学生封男女班进行性教育 不过只能看录像带 课上不许提问 不许反驳 禁止学生有自主想法 卡尔不满意这种划分方式 她和短发女似乎不能接受封进女班 短发女不愿意找麻烦做了妥协 露普给除封班靠生物学性别这种理由 哦你也说服不了你是吧 说服不了卡尔 她选择巧班 性教育课上 男生班播放的性教育安全 脱脱的是在羞辱同性恋 毫不可惜地散播同性恋 换艾滋的恐慌 女生班也好不到哪里去 露普请到真人上证 自信描述早恋怀孕生娃养娃的痛苦 还直接播放生产视频 小鹅和梅夫都认为 这种单纯散播性行为 恐慌的行为是片面错误的 他们适足抗辩 可都被赶出了课堂 露普真的是恐婚恐欲的一把好手 刚下课学生们就怕急了 历史老师听到他们的谈话 偷偷把一家专门诊治 性疾病检查的诊所名片 递给他们 Eric没有受到影响 他正忙着把之前拉米西 送给他的书和诗还回去 亚当看到吃醋不舒服 只能打Eric不喜欢诗来怼情敌 Eric直接拆台 说自己喜欢诗 亚当嘴笨说不出来吃醋的话 再过不久 学校就会组织旅游 Eric亲戚要结婚 请假回老家尼日利亚 男人不想吵起来 陷入了冷战 对于旅游 梅伏是拒绝的 他没钱 霍普却告诉他 有人替他把钱交了 梅伏有些生气 他以为是安娜做的 之前安娜把电脑借给梅伏 报名美国进修项目时 就提过这事 被梅伏拒绝了 梅伏不喜欢被施舍的感觉 伦以南劝他不要太钻扭脚尖 两人关系修复好后进展很快 梅伏觉得伦以南能懂自己 小欧又和路比在一起 他不如放开胸怀 尝试和伦以南发展一段恋情 此时 路比正陪着安娜和奥利维亚看医生 奥利维亚的问题是 男友不想带小雨伞 医生告诉他 不要因为想讨男友的欢心伤害自己 如果不想怀孕 就坚定拒绝男友不带雨伞的不合理行为 安娜的问题更简单 你有什么问题啊 他肿得像猪头 不是因为得了性病 只是因为对小雨伞的新款气味过敏 路比冷落了小欧很久 他明白是时候好好谈谈了 小欧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路比 路比不能接受小欧只是喜欢她 而不是爱 最终选择了分手 男友没有还有朋友 路比一条短信 奥利维亚和安娃尔就赶到身边陪她 嗯 酷女孩的心碎时刻 看的人好心疼哦 亚当躲在家里研究了半天诗歌 这对学渣来说真的好难啊 不过再难亚当也不放弃 一想到艾瑞克就要回老家 亚当还是向艾瑞克道了歉 毕竟是她鲜吃醋发脾气的 两个小可爱就这么和好啦 孩子们的恋情总是纷纷纷纷 打人们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欧妈和雅各布虽然相爱 可问题还是存在 雅各布强势入住欧妈家 跟她讨论孩子的名字 准备给孩子搭建树屋 对调节伴侣关系的医生还不太信任 这些行动都让单身许久的欧妈感到喘不过气 她没法告诉雅各布 只能和好友莫林倾诉 单身久了 忽然被人入侵生活 确实会有这种压抑的感觉 其实雅各布也不太适应 之前她一腔热情对欧妈 换来的是欧妈亲了欧爸 出轨爱上别人 似乎是雅各布的心伤 这对欧妈信任度的重建有些困难 在家里捡到一枚袖扣都会多想 校长和莫林这对也有意思 之前校长接住在哥哥家 可惜嫂子不乐意 校长还面子枪撑着搬了出来 无处可拒的时候 想到生物老师 生物老师一直很友好 非常欢迎校长搬来同住 校长在超市买食材的时候 正好遇到莫林 莫林让她多关心一下亚当 校长会错意 还以为莫林是在按时复合 屁颠屁颠就带着食物去拜访 当然是吃了闭门羹 莫林已经有了新的约会对象 她只能失落地离开 打人们的纠结在于信任和复合 孩子们就没那么深刻了 今天他们就要外出旅游 历史和生物老师带队 或普京主两人看好满满一车学生 还把小魏当成自己的眼线插在学生中 不知道这趟旅游会有什么收获呢 学生们到法国参观战役遗址 老师把学生们分组 小欧和卢比分到一起 而里外和安瓦尔对她采取无视政策 是让她伤了卢比的心 卢比并不恨小欧 感情这档子事情谁也说不清 她能做的只有不拖泥带水 免得受更大的伤害 美副和艾米分配在一族 史蒂夫很遗憾不能和女友一起 艾米却松了一口气 她还是不太能够接受异性的亲密 可她又不敢把这件事情说给男友听 从小俗称的套号型人格 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 艾米有时候太为别人着想 但有的帮助 别人不一定接受 美副旅游的费用 其实不是安娜支付的 而是艾米代付的 艾米家比较有钱 她从没觉得这是什么困扰的事 她只是想和朋友一起旅游 但美副却觉得 这伤害了她的自尊心 小欧一边向霍普汇报旅游情况 一边跟异地男友发文爱短信 异地男友喜欢角色扮演 小欧不喜欢 莉莉自高蜂拥帮忙回复 她可是幻想亲近的一把好手 异地男友的反应很好 小欧还是不能接受 莉莉以为每个人都应该喜欢角色扮演 其实欧拉也不是很热衷 只不过她一直在迁就莉莉 趁着这次机会 欧拉就说出了真实想法 莉莉一直以为 欧拉和自己兴趣一致 这个现实让她有些难接受 小欧邀请卡尔参加学生论坛 在上面发表对校服的看法 卡尔反对穿标准校服 却不想正面反抗 只想带着杰克森好好参观 傻子前男友偷偷带了迷幻蘑菇 卡尔和杰克森尝试了一下 痛些梦 蘑菇这玩意儿还是慎重点 一不小心就红散散白杆杆 吃完一起糖瓣瓣 参观完毕 所有人都回到大巴车 出问题的伴侣们 谁也不搭理谁 果然一起旅游 是验证伴侣情感最好的方法 可这矛盾爆发的也太多了吧 卡尔和杰克森就不一样 蘑菇的迷幻效果来了 他们怎么看都觉得大巴车 像是神秘隧道 两个人匍匐前进 认定大巴车内置厕所门 是通往异世界的传送门 于是还得拼命敲门 别说我没提醒啊 下面是段有味道的剧情 正在吃饭的小伙伴 先停止进食一分钟 这时拉西姆正在厕所里 他刚解决完大问题 不过今年的问题 好像有点过大 堵住了马桶 床都冲不下去 外面还有人不断敲门 拉西姆不得不脱下袜子 把大问题掏出来 顺手扔出窗外 毁尸灭迹 结果刚巧杂中 大巴车旁边的小轿车 小轿车被糊了一玻璃 大问题 失去控制 撞上大巴车 两辆车不得不停下来交涉 轿车车主要求给个交代 失神中 只有拉西姆会发语 可他是罪魁祸首 只想着糊弄了时 生物老师很快就想到 查出肇事者的方法 那就是检查袜子 亚当早就注意到 拉西姆少了一只袜子 拉西姆可是一直 以精致男孩形象使人的 判断他不敢承认 丢了把把炸弹 想着反正这对自己 不是什么大事 就跳出来把罪名认了 拉西姆不想别人受过 立刻就承认了 结果杰克森嗑药太嗨 以为是自己干的 也跳了出来 生物老师不管 他就认定亚当了 让他帮车主把玻璃擦干净 亚当也不是真傻 罪名他能顶 至于清理工作 他还是转交给拉西姆了 不过这件事 当然这对有亲弟标签的人 关系开始改变了 而两个跟团老师 不得不去处理堵塞的马桶 画面也是异常喜感 小薇在给霍普 汇报情况的时候 把这件事掠了过去 他想给亚当他们留点面子 学生老师在野外加油站 稍作休息 艾米想和梅夫和好 劝他不要总是这么孤傲 这会伤害身边的人 梅夫被踩到痛处 直接训斥艾米 不敢和史蒂夫说实话 没有资格教训自己 两人不欢而散 欧拉对重组家庭接受度不高 他有些无法接受欧妈替代自己妈妈的位置 加上还有小宝宝要出生 他有些迷茫 小薇开解了欧拉 欧拉也给他出主意 既然不喜欢异地男友文案的方式 不如坦白告诉他 很快大把车就修正好 老师们点清楚人数就开车出发 没有注意到小欧和梅夫还留在原地 小欧慌得不行 已经脑补出自己和梅夫各自在荒郊野外的大戏 梅夫难得看到他这么慌张的一面 两个人已经很久没有单独相处 这下终于能够静下心来好好说话 很快就把电话留言的事说了清楚 梅夫想知道留言里到底说了些什么 小欧嘴上说着不愿多提 还是老是把内容附属了出来 小欧对卢比没有爱 因为他能够说出我爱你的对象 只有梅夫 两颗相连的心又聚在一起 即使梅夫想说服自己 他在和伦义男谈恋爱 但还是忍不住内心真实的情感 和小欧亲吻了起来 没多久大把车赶了回来 要不是爱秘鲜小纸条给梅夫 大家还真都没有发现同学不见了 车上了两陌生人 这一天的经历对生物老师来说 也是够惊心动魄的 世上显素激增的表现 就是他忽然向历史老师求婚 他们才刚约会没多久 历史老师自然没答应 不过他同意两人先跨到同居这一步 这已经足够生物老师兴奋的了 霍普在学校迎接回来的学生 他表面很平静 其实今天也不好过 霍普在外人看来是精英校长 但私生活并不如意 霍普在医院里遇到产检的欧妈 两人就像是对照族 霍普对学生倡导禁欲 自己和丈夫结婚多年一直没有孩子 想靠人工受精 却总是失败 欧妈是自然派 倡导青春期的孩子正确认识和对待性欲 年近50还能再拥有孩子 就像是霍普最期待的那样 不过欧妈也不好过 出医院时正好碰到以前约炮的机车男 这让雅各布很不舒服 雅各布的情感经历不多 又被欧妈伤害过 安全感非常低 开始担心肚子里的宝宝是不是自己的 欧妈对过去的感情生活不感到愧疚 这是她自己选择的生活 既然雅各布不相信 他们决定做一个DNA检测 不过这件事也成为两人之间的隔阂 决定暂时分房睡 爱侣吵架分房 小欧和欧拉第一时间感受到 大人之间紧张的氛围 欧妈差点错过艾米的咨询诊疗 艾米向欧妈倾诉 昨天和梅夫吵架的经过 甚至联想到自己老好人的性格 才是遭到变态色狼的原因 是的 有错的是变态加害者 受害者有罪论这套该扔紧垃圾桶里了 新的一天开始 莉莉的外星人小说登上报纸 不过媒体都在嘲讽是心爱学校的右翼立作 霍普一早就听说这件事 还有亚当的飞翔事件 还没等他处理 就迎来重量级人物的质问 马克是校董会的人 他推荐霍普来整顿学校 结果情况并没有好转 他警告霍普 如果再不采取更多行动 那么投资人很有可能撤资 这间学校也会面临倒闭的危机 为了保住学校 霍普不得不采取过激手段 莉莉 亚当和始终不肯穿正确校服的卡尔 都被要求带上吃乳面板 赏交手机 也不允许别的学生跟他们说话 这也太侮辱人格了吧 霍普给了小微新任务 让他在之后的开放日 向媒体做报告 内容和稿子已经准备好 小微只要当个傀儡发言人就行 小微这才明白 自己被选中不是因为最优秀 而只是因为他是有色人种 是吸引投资最好的理由 小微邀请霍普参加学生论坛 听听孩子们内心的声音和想法 这次霍普不再粉饰太平 直接说出了真实的想法 霍普情绪发泄到位了 却不知道小微把这段话都录了下来 并把他发送给了所有学生 邀请他们快来参加学生论坛 一股搞事的气息 悠然而生 小欧想和媒孚多聊聊 安娜忽然打来电话 美妈把妹妹偷偷带走了 安娜不得不报警 小欧骑车送媒孚去了安娜家 正好和轮影男朋友 两个男生幼稚的便苗头 被媒孚赶了出来 如以男指导两人旅游时接了吻 骑得转头就走 小欧还以为自己赢了 结果也被媒孚驱赶 回到家只好看到校长做完咨询离开 欧妈想安慰难过的儿子 不小心透露她从艾米那里 打听过儿子和媒孚的事 小欧自然是个成年人 讨厌欧妈侵犯隐私 指责欧妈是个爱情失败者 对她没有任何帮助 让她少管 校长来找欧妈 只是想还红色笔记本 却不自觉做起了咨询 校长这么冷漠目呢 跟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 校长的母亲温柔安静 喜欢做料理 校长回忆起来都带着温暖和微笑 可校长的父亲就完全不同 她喜欢嘲笑儿子的软弱 禁止她哭泣 哥哥还在旁边充当父亲的狗腿 这让校长长成了封闭情绪的性格 她很少会感到喜悦 碰到任何痛苦 也只能装作若无其事 欧妈给校长建议 找到能让自己快乐的事 一点点改善 也多亏了欧妈的建议 校长开始学着妈妈做料理 学生和大人在国内发生这么多事 艾瑞克会老家探亲 就一帆分顺了吗 并没有 老家人思想保守 爱妈让儿子保守同性恋的秘密 还隐瞒爱爸的真实职业 伪装成一家功成名就的样子 艾瑞克被这种隐藏的氛围包围 还发现爱妈和旧情人相谈圣欢 亚当手机被没收 没法及时回复消息 艾瑞克就跟着新认识的摄影小哥 来到地下同性战聚会地狂欢 在这里他感受到了自由 忍不住和摄影小哥拥吻起来 一夜过去 两人没有深入交流 回家后 艾瑞克也和爱妈解开心结 他讨厌伪装 爱妈劝他可以慢慢来 谈情结束 艾瑞克终于可以回到亚当身边 但这个文怎么办 亚当还不知道艾瑞克的纠结 因为艾瑞克喜欢诗 于是他就学怎么写 甚至向拉西姆讨教 轻敌变狗头军师 这是什么深发展 不过两人还是不太对付 连爱好都不一样 亚当是狗派 拉西姆是猫派 嗯 你们俩今后真的没有猫腻吗 反正现在是没有 亚当欢欢喜喜和艾瑞克上学 只是两人接吻是 艾瑞克总会想到摄影小哥 回到学校就听说 小欧和梅府有发展 不过梅府还是不能原谅小欧 关闭黑诊所之后 就不再帮助同学的事 今天就是开放日 小欧下定决心搞事 杰克森和卡尔都支持他 杰克森还找小欧和艾瑞克帮忙 看出大会堂多媒体的播放控制室 霍普对今天很重视 允许亚当摘下吃乳牌 亚当真是个傻憨憨 居然没搞小动作不戴 始终不肯穿女士校服的卡尔 就被霍普关进匪骑角室 这种手段也太龙龙了点吧 霍普信息满满的向投资人和媒体汇报 说会摘掉心爱学校的帽子 结果小欧和切克森的演说 配合着学生们拍摄的性自由科普视频 脸被打得啪啪响 霍普冲进控制室像切断播放 被露比抢力好头发阻止 露比好痒的 所有学生戴上特制的爱爱吃乳牌 在合唱团的歌声中释放自我 欢呼着自由 卡尔从管道逃生 正好落在舞台上 像是霍普宣告去你妈的 所有投资人的脸色都不好看 霍普更是无欲离开 学生们搞事的情况被媒体拍了下来 我妈做采访时刚好看到 还没来得及做评判 她的肚子疼了起来 好像要早产了 莫林急忙把欧妈送进医院 打电话通知雅各布 雅各布正在心理医生这里 欧妈早产 使得她只能单独和心理医生对话 即使雅各布缺乏感情的信任 不只是欧妈的原因 还因为她的前妻 雅各布和前妻是初恋结婚 结果前妻出轨 还没等雅各布反应过来 前妻又得了癌症 雅各布不得不放下情绪 照顾前妻直至去世 也就是说 雅各布被前妻背叛的痛苦 一直藏在心里没有宣泄过 因此 才会对欧妈的出轨尤为在意 接到电话 雅各布立刻赶到医院 欧妈顺利产下女宝宝 可下一秒 欧妈产后大出血 需要紧急抢救 小欧这时正待在莉莉房门口 之前欧拉拜托她开导莉莉 小欧拒绝过 可经过开放日 她意识到自己喜欢帮助别人 并不能因为黑诊所关闭就结束 莉莉因为吃乳排和欧拉不理解她 躲在房间不去学校 从小到大 她的外星人爱好就不被老师和同学接受 她把房间里所有外星人装饰都收起来 也许应该放弃这些了 小欧劝她接受自己 能够创建丰富的想象世界 来逃避现实 是很正常的事情 也是艺术家的特质 莉莉很感谢小欧的劝谏 但她还是需要时间挑着 这时候 梅芙在做什么呢 伦义男跟卢比一样 无法接受梅芙心里爱的另有妻人 让她仔细想清楚 梅芙现在没心思多想 因为家人更重要 她对梅妈会躲在哪里有了头绪 向艾米道歉和好后 两人一起去找妹妹 就像梅芙想的一样 梅芙带着孩子准备离开 梅芙的毒还没有完全戒掉 现在带走妹妹 只会让她变成第二个梅芙 留在安娜家 妹妹才有机会过上安稳的生活 就像梅芙 她被梅芙抛弃 过得贫穷艰苦 即使美国自由生的项目报名成功 却因为没有钱放弃 梅芙终于明白 比起害怕孩子会忘记自己 不如放手让孩子过得更好 梅芙把妹妹送回安娜家 并且这次放下孤高 接受安娜让她同住的邀请 艾米见证整个过程 也明白了梅芙强烈的自尊心来源 两个女孩的友谊 更加坚定和深入了 小鹅找上门来 她现在有勇气把心里话告诉梅芙 她爱梅芙 开诊所也是想接近她 希望两人能够不要再有误会 把话说开在一起吧 刚经历过艾米的感动 梅芙也放下矜持 她同样爱着小欧 还有一对意想不到的进展 校长听从欧妈的话 从料理食物中感受到快乐 她不再压抑自己 勇敢地反抗 不断羞辱她的精英大哥 带着精心碰挑的食物 找到莫林 这对夫妻原本就有爱 指着后来慢慢把爱忘了 是时候把爱重新找回来了 可他们的儿子亚当 就没这么幸运了 Erik坦白在老家的出轨之吻 亚当被打击到了 可他没有向Erik发脾气 只敢自己躲到厨房 深呼吸 想把眼泪和悲伤 憋回心里 Erik只能离开等亚当原谅 紧接着就赶往医院 陪伴小欧 欧妈的情况还不稳定 但他们可以先看小妹妹的情况 欧妹早产还住在保温箱 小欧和雅各部都很激动 欧拉却跑了出去 小欧很愧疚之前跟欧妈吵架 想闹独立做个大人 现在欧妈危在旦夕 她才发现自己还是个孩子 不能接受母亲会离开 Erik陪在小欧身边 让她能够发现悲伤和无助 好消息传来 欧妈手术成功 脱离危险了 欧妈深度麻醉刚醒 控制不住忽言乱语 瞬间把悲伤的氛围打破 莫林到欧妈家收拾东西 送到医院交给雅各部 这时雅各部也有空找欧拉谈心 欧妈出事前 欧拉还跟她发过脾气 她一直害怕是自己刺激了欧妈 也会担心雅各部会因为新生妹妹忽略自己 雅各部向女儿保证 不会冷落她 父女俩和解 欧拉也终于有心情看小妹妹了 当夜欧拉和莉莉在外星人大会上相遇 莉莉抱歉忽略欧拉融入新家庭的不安 也接受欧拉作为女友 可以跟自己有不一样的兴趣 划过的流星象征着她们和好如初 梅芙慢慢开始享受 在正常房屋里居住的歉宜 回校上课时忽然发现梅妈 昨天女儿的话让梅妈知道自己亏欠了很多 她能做的就是给梅芙一笔钱 随她参加美国自由生项目还是做别的 这对母女即使矛盾再大 也爱着对方 学生们忽然发现霍普的办公室搬空了 意味着开放日的胜利 可马克带来不好的消息 因为他们昨天的表现 投资人全部扯资 学校就要倒闭 大学预课生们只有半年时间 再找到一间学校上学 才能使考大学不受影响 学生们开始后悔昨天搞事 怀疑那是在浪费时间 历史老师安抚了他们 亚当决定原谅Eric 当做什么事也没发生 不讨论 不回顾 Eric却不想翻篇 这件事确实是他做错 但他也明白了自己的心意 他喜欢亚当 但是亚当现在还处在 对同性恋身份的困惑区 不愿意公开 Eric却早已经做好了 全力展示自己去文化丛里飞翔的准备 两人发展阶段不同步 Eric选择了分手 亚当强忍着悲伤答应 独自一人时 拼命把痛苦压回心里 不想让眼泪流下来 亚当之前报名狗狗训练赛 他因为想带着Eric参加 现在只有莫林和历史老师来观看了 亚当的训练很棒 宠物狗狗完成了整套比赛 虽然没有得到前三名 却也让评委们非常赞赏 莫林恭喜儿子获得肯定 亚当借这个机会表明和Eric同性情侣的关系 不过已经分手了 莫林开明地接受儿子的现象 拥抱安慰他失恋 训狗得到赞扬 亚当却不希望莫林告诉校长老爸 因为这不算像样的讲想 亚当觉得老爸会失望 也就是这句话 莫林意识到 丈夫对儿子的不良影响还在 为了亚当的心理健康 莫林拒绝继续和丈夫修复关系 话说开放日结束那天 杰克森和卡尔情绪到位 两人试图更紧一步 但到了关键一步 气氛却忽然尴尬了起来 因为你感觉很漂亮 卡尔对漂亮这个形容词并不是很喜欢 他知道杰克森还是把自己当女生看待 明确表示自己是酷儿 咱们如果要交往 你首先必须接受这一点 关于这件事 杰克森也陷入了困惑 他尊重卡尔有自己的性别认同 他也明确地知道自己是喜欢卡尔的 那所以他算不算是gay 杰克森甚至向白妈求助 白妈告诉他 自己也是在认识了妻子以后 才明确了取向的 这并不是一条简单的路 其实看到卡尔这一段 我也困惑了 所以杰克森卡尔在一起的话 他俩不算一性恋 这个角色刚出现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卡尔就是个铁梯 但随着他和杰克森友谊的小船越滑越深 才意识到他并不是蕾丝 卡尔自称库尔 库尔群体只带得很广 性取向方面包括同性恋 双性恋 无性恋等等 非异性恋群体 性别方面 又可以包括跨性别者 双性人等等 非顺性别群体 这样看来 不去女更衣室 果凶穿宽大校服 不喜欢被漂亮之类的 女性向词语形容 反对男女分班的卡尔 在心里的性别认同上是男性 或者可能更复杂一点 属于中性 这么复杂的性别认同问题 卡尔自己都还没有完全搞明白 当杰克森告诉他 自己也没搞清楚自己算不算gay 他只是觉得喜欢他 想和他在一起的时候 卡尔拒绝了 他知道往后人生 要面对的性别问题 还会有很多很多 霍普事业失败 正在申请新一次的人工手机 整个人都很脆弱 想用坚强伪装自己 小欧正好在医院碰上 霍普真实地表达了情绪 觉得自己的身体 不能做希望他做的事情 很失败 小欧看到他表达软弱也是勇气 很好的输到了霍普的情绪 欧妈刚好在一边听到了儿子的话 终于意识到 儿子的黑诊所并不是为了钱 母子俩把话说开 小欧也道歉 说欧妈不懂爱情 也愿意把和梅芙的感情说给她听 小欧走后 欧妈在信件堆里 看到一份DNA检测报告 看到结果惊呼老天 难道欧美不是雅各部的吗 小欧回到家 和Eric一起为欧美完成书屋 梅芙忽然找了过来 梅芙收到母亲的钱 并不想参加自由生项目 她好不容易跟小欧交往 不想破坏两人的感情 Amy却以第二妈妈的身份 让她不要轻易放弃前途 梅芙是来跟小欧说告别的 她很快就回来 和小欧的感情一定能经得起短暂的分别 小欧笑着祝福梅芙 也许不久之后 她们会有更多的故事 《性教育》第三季到现在就落幕了 从前两季以梅芙和小欧为主视角的叙事 现在更多的主角有了她们发展的剧情 编剧试图多面探讨青少年感情和性别认同问题 也穿插着成年人情感相处的困境 感觉大事小事只要出现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摊开聊 哎呦 两只猫咪在边上打架打得好凶啊 有问题要摊开聊不要打架 相爱是激情 相处却需要磨合 Eric从第一季的单身狗成长到现在 开始和亚当分手 也许感情上她有点渣 不过她也仔细思考过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她不喜欢伪装和隐瞒 想要更加成熟的风担 亚当的个性真的很吸引人 从第一季这个寒寒就很吸引我 从她受到伤害后的表现 就像是校长的翻版 从校长到亚当 就能看出远生家庭对个性的影响有多大 校长被父亲和兄长霸凌 长大成家后不懂得教育儿子 只能照搬父亲那套 现在校长已经开始改变 希望夏季可爱的亚当也能突破 说到校长还要来聊聊霍普 她开场向学生们的大姐姐 以为会是个酷酷的学校管理人 结果她用天雪说完表明 她不是个善茶 只会严格管控和关注升学率 这一季学校的样子 像极了我读书时候的日常氛围 但那个时候的我们 可从没想过需要顶嘴和反抗呢 唉 不过霍普这么做也有原因 如果学校形象不转变就要倒闭了 这点学生们并不知道 所以对霍普的抵抗才会越来越强烈 私生活上霍普希望自己能够生孩子 和普通人一样按部就班 可她就是办不到 内心的脆弱和无助 就更加催生出她管理学校的强硬 这个角色具备多面性 可恨的同时又觉得她有些可怜 而这一季最让我长知识的 是由凯尔引出的关于性别认同的问题 LGBTQ群体本来就是少数群体了 这个词大家并不陌生了 却可能没有过多的去了解过她每一点内涵 在这里面原来存在着那么多细分项 比如跨性别群体 也就是出生时的生理性别和心理性别不一致的情况 这远远超出了一句同性恋就能概括的情况了 值得高兴的是 以前搞明白自己是个什么东西 可能需要独自琢磨很久 甚至有些人因为觉得自己不一样 一辈子就浑浑噩噩噩读过了 现在在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之下 我们或许可以通过别人的故事 更加客观的来认识自己了 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独特的 成长没有标准 哪怕是最不起眼的小奇葩 也有适合你的花托子 那么我们继续相约下一季 更多的来了解自己吧 喜莉莉我是专马 性爱自修士的收官季终于上线了 见好就收是连续剧的好品质 虽然本季男主终于发福了 但整体还是令人满意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一口气看完 性爱自修士第四季吧 上级最后 梅孚飞往美国参加自由生项目 和小欧分隔两地 虽然见不到面 但是满校园的荷尔门乱飞 忧不得梅孚不想念小欧和她的body 于是梅孚兴致勃勃 撂开衣服 发了张羞羞照片挑逗 小欧一看这么刺激 立刻热血上头 也想回今年礼物 可是拍了无数照片 她都是不满意 只能放了梅孚鸽子 也是非常扫兴了 泡开这点不如意 小欧的生活在两个院里 也发生了很多变化 欧妈生的娃不是雅各布的 雅各布已经带着女儿离开 现在家里就是欧妈 慌里慌张带着欧妹 小欧尽力做好小帮手 之前学校倒闭 为了让学生们顺利念完 预科上大学 他们都被打乱分散到各个学校 幸好小欧还是跟艾瑞克被分在一起 两个至交好友能够一起骑自行车上下学 同样被分来的 还有艾米 露比 小薇 杰克森和卡尔 新学校非常神奇 倡导自由环保多元化 激情四射 学校里最惹眼的存在 就是以艾比为首的女巫帮 制定各种正向规定 比如不许在背后说别人坏话 不可以八卦 积极做慈善 永远传播正能量 为了不让所有性别的学生难受 干脆还建立了中性厕所 不分性别随便上 学校里推广五指化 任何动向情况都可以在发放的pad上查询 想要发声可以上演讲台 嗯 虽然听起来看起来非常棒 但实际执行起来 槽点还是有很多的 形式大于了内容 就比如之前和梅复有过一段感情的轮椅男 他也在这所学校读书 正巧和艾米上同一节艺术课 结果就困在电梯里了 基础设施都没弄好 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玩意儿 梅复在美国就没这么顺心了 给他上课的老师是个名作家 脾气暴躁刻薄 学生上课迟到就让滚 赶接电话就扔 谁让人家名气大的呢 学生们都只能忍 毕竟万一被名作家老师推荐成为他的实习生 那可是一步登天啊 梅复曾经拜读过名作家的文章 比起他的成名作梅复更喜欢他的第一部作品 这么特立独行的想法受到名作家赏识 让他好好思考写作方向 显然很看好这位英伦女孩 艾瑞克因为意外救过艾比 很快就融入女巫邦 艾比是个正能量格尔 对象是库尔罗曼 好友是听障同性恋人士爱莎 你们哥这点buff是吗 不过艾瑞克很快就从他们这里打听到一个大消息 这可关系到小欧 小欧原本想在新学校重开免费心爱咨询服务 结果得知这所学校原本就有这项服务 开设人是亚裔女孩欧 要不要连名字都这么像 为了区分 我们就叫她亚欧吧 小欧认为亚欧抄袭自己的创意 想正面对决 结果反倒被亚欧做了一趟关于不回复女友礼物的心理咨询 看起来这两位欧都有点水平呀 不过小欧还是向亚欧宣战 表示学校只需要一位咨询师 却被亚欧贴上看不起女性的标签 亚欧网络粉丝比小欧多 视频质量比小欧高 还能一针戒血地指出小欧不回复梅腐照片 除了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自信 还有害怕梅腐不回来的不安心理 为了表示自己不怂 小欧决定直接上演讲台宣传 结果不小心把手机照片连上蓝牙 自拍的那些小宝贝照片立刻在大荧幕播放 全校学生都有心比梅腐先参观到礼物 可以说小欧在第一场宣战上就输得一败涂地 虽然这件事很射死 不过小欧也迎来了第一位客户 客户是老的 问题是新的 看而暑假开始服用高酮素 为性别转变做铺垫 但是因为服药 她的幸运变得异常高涨 甚至就在刚才看到小欧的照片 都能够嗨了 卡尔开始怀疑自己的性取向了 小欧治疗还是专业的 她安慰卡尔 这不过是正常的青春期男孩会出现的躁动 只要放平心态就好 回家后 小欧发现家里一团糟 欧妈明显心不在焉 还差点把欧妹搞丢 欧妈今天过得也不顺利 她决定重回工作岗位 应聘一份电台主持工作 可是欧妹就没人照顾了呀 欧妈的状态很明显不对劲 小欧立刻拨打电话 请求场外支援 既然聊到欧妈 我们就来看看大人们的情况 校长也被派到小欧所在的学校 当代课老师 在学校没有看到亚当 于是本着关心的原则 询问前妻莫林 莫林告诉她 亚当放弃上学 决定去应聘农场的工作 校长不再专横独断 为了缓和父子关系 没有对这件事多做评判 甚至还心平气和地跟亚当挥手告别 看来这对父子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 咱们再回来解决小欧的问题 反正人都已经射死了 她干脆给梅夫打了电话 说明自己内心的不安 并且表示不太适应这种照片传情 不如咱们搞个电话亲密吧 想做就做 小欧和梅夫都好好亲近了一次 过程结果很美好 梅夫在美国还是白天 忙忙要继续忙正事 于是准备和男同学一起去学习 小欧一听又男同学 表面上好好好 一挂电话立刻就上网人肉 哇塞 肌肉难 这可是潜在情敌 可不得好好关注一下嘛 研究了一晚上情敌 怎么看自己都没胜算 还得应付有玩闹腾的大清早 而昨天小欧请的外援就倒了 登当 新成人角色 欧妈的亲妹妹欧姨 再这么欧下去 我倒不认识这个字了 虽然欧妈有点不欢迎欧姨 但不可否认 有人帮手放松 对欧妈来说太重要了 她做得好吗 她不是她自己 小欧气势汹汹地准备和亚欧比一比 谁是更专业的性爱咨询师 结果人家牌子小 名气大 小欧这里半个人都没有 只迎来了卢比 卢比一直是小园女神 结果在新学校完全没有用物之地 为了重回巅峰 她试图融入女巫帮 可惜人家不带她玩 卢比偶然发现 亚欧和女巫帮关系不错 自己和亚欧还是小学同学 可惜亚欧假装不认识她 这两人之间也有故事 这个问题暂且放一边 她发现 爱比和对象罗曼正在吵架 于是想到了曲线救国的好方法 卢比想让小欧解决女巫帮恋人吵架 这样小欧就能打开销路 毕竟整个学校都在跟风女巫帮 卢比提供解决思路也不是无常的 只要小欧在成功后 让自己能够跟女巫帮做朋友就行 小欧嘴巴上拒绝了 行动上还是不受控制的想这么做 艾瑞克一差阳错的和女巫帮成了好友 小欧想贪问一下 艾比和罗曼吵架的原因 艾瑞克表示 不希望在友情里 掺和别人的感情问题 拒绝做间谍 这里给艾瑞克一个赞 艾瑞克也有自己的烦恼 她的家人和所在教区牧师 都希望她能够接受洗礼 但是艾瑞克还没有向教区出柜 也不想违背心意接受洗礼 就在她有些纠结的回家的路上 遇上了艾比 艾比也是从小在教区长大 可当她违背神的旨意 和库尔罗曼在一起 就被赶出家门离开教区 尽管如此 她还是很信仰神 不过罗曼是个彻底的反宗教人士 这也是两人吵架的原因之一 艾瑞克倒是和艾比能够互相体谅 另一边 亚当成功应聘上牧场工作人员 她以为主要工作就是去照顾狗狗的 谁知道 还要照顾马 还要会开车 为了不被炒掉 不会骑马 不会开车的亚当硬着头皮 吹牛自己都会 这不就是天选面试人吗 家庭聚会上 亚当把这个问题告诉校长和莫林 校长只关心亚当以后的职业规划 完全一副为他好的派头又摆了出来 等他被莫林提点后 才后知后觉 自己又把儿子推开了 于是校长硬着头皮 撇开职业问题 详心意义地表示 如果亚当愿意 可以教她怎么开车 亚当也明白 这是校长递过来的将棋 答应考虑这个提议 这都让校长受宠若惊 有了欧姨的帮忙 欧妈能够单独出门工作 可她总不放心妹妹带娃 这也导致 她的电台工作做得不是很顺利 不过 这已经是小欧唯一能找来帮忙的家人了 欧妈也没法抱怨 小欧现在就烦恼两件事 一件事并不过亚欧 一件事美副的男同学 最后她实在忍不住 打电话给美副确认男同学的情况 却不小心暴露自己调查过男同学 美副本来就在学习上 被名作家打击得不轻 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没有写作天赋 现在男友还怀疑自己的忠诚 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喊出男同学是男同 有男友之后 迅速挂断小欧的电话 嘿嘿 为什么这个男子我也不认识了 艾瑞克可用这件事嘲笑小欧一百年 可这个笑容就被校园里的默哀仪式打断 就因为希望艾比和罗曼和好 你们搞出追悼会的气势 真的不是闲得没事 小欧听说 今晚艾比和罗曼就要找亚欧调节感情 率先找到罗曼 听她聊聊两人的情况 原来艾比很久没有跟罗曼深入交流 罗曼怀疑艾比是不是不爱自己了 而艾比呢 是个完全正面态度的人 不愿意谈论任何负面的情况 所以才不提分手 小欧立刻专业解答 听说艾比和家人决裂 她肯定是心里有伤的 罗曼应该体谅艾比 更多给予亲亲抱抱的温暖 有耐心的等待艾比恢复 在小欧的治疗下 艾比和罗曼和好 这下子小欧成了红人 学生们都跟风来了 今天最后一个咨询者是杰克森 他之前跟炮友玩了把刺激的 体会到了千年杀带来的快乐 我一个钢铁大直男 怎么会喜欢被捅菊花呀 不合理呀 我会不会其实喜欢男人呢 小欧温柔地告诉他 喜欢钱练蟹大宝剑是正常感受了 如果喜欢就享受 不喜欢就say no 也不用凡事上升到取向了 杰克森这次来是因为跟炮友分手了 分手前炮友还好心告诉他 似乎摸到他蛋蛋里有肿块 杰克森希望小欧会说他这是正常的 这把小欧却表示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个检查了 杰克森失魂落魄地走了 亚欧的客人和分头都被小欧抢走 他高姿态地找小欧来和解 把两个咨询师合并成一个 小欧来当自己的助手 拜托 有能力当老板 谁愿意当助理 小欧自然拒绝了 于是两人决定向校长申请投票选举 让学生们决定哪个治疗师该被留下 放学后 女巫帮邀请艾瑞克出去玩 艾瑞克想带着小欧一起 小欧拒绝了 露比找上小欧想要担任他的竞选经理 小欧觉得这是没什么大不了 但他不知道 这场战争可不是他说了算的 回到家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 小欧向梅孚道歉不该一身一鬼 梅孚却表示 她的作品被朋友和名作家欣赏 很有机会入选实习生 可能不回英国了 小欧气得和梅孚大吵一架挂了电话 又看到亚欧上传了rap版拉票视频 小欧一着急 还是打电话给了露比 战争的号角响起 新的一天到来 原本小欧是要和艾瑞克一起参加 同性恋之夜 结果新上任竞选经理 露比表示 快过来拍竞选视频 小欧没得选 只能答应艾瑞克五个小时后见 艾瑞克在家等着无聊 女巫帮的朋友们打来电话 邀请她一起玩 然后一起参加同性恋之夜 艾瑞克决定先跟女巫帮会合 并通知小欧能够出发的时候赶紧过来 小欧试图模仿亚欧的 幽默rap 被露比一票否决 你没那么有趣 不要赢来 你不适合专业访谈 甚至还让小欧穿上露比爸爸的正式服装 小欧一下子就退缩了 不得不说 露比还是有两下子的 很快就又安抚好小欧 小欧拿出真诚的态度 录下一段朴实的竞选发言 连看她不顺眼的露比爸爸 都觉得这条不错 拍摄计划非常顺利 小欧打电话准备去和艾瑞克会合 却从她含糊的语气里 听出艾瑞克更愿意和女巫帮一起 小欧很体贴地表示 没事自己不去了 露比看出小欧的失落 要请她留下一起看电影 大家还记得上一季两人的一段情吗 小欧担心露比还爱自己 露比一个白眼翻了出来 她这么积极帮助小欧 是因为亚欧 小学时候 露比和转学生亚欧是好朋友 露比因为家里穷被霸凌 但是亚欧为了融入受欢迎的朋友 就爆料露比尿床的隐私 同学们不断嘲笑露比是尿床鬼 亚欧也跟着复合 还把这段视频上传到网上 让露比被校园霸凌 这让露比非常受伤 重见亚欧 露比觉得一切都很讽刺 她到处宣扬自己善良 还假装不知道露比 为了安慰露比 小欧决定留下来 陪她一起看家庭电影 好久没有提到艾米了 这个可爱的姑娘 最近和轮椅男成了朋友 在轮椅男看来 艾米真诚单纯 心灵能够触及艺术的真谛 轮椅男提议 她可以用摄影表达情感 两个人越聊越同气 正当他们要进一步时 轮椅男弟弟打断了这些 艾米和轮椅男尴尬的说拜拜 亚当开始跟校长老爸学车 两人的关系有点好转 甚至亚当还能贴心的指导老爸 怎么跟约会对象回短信 虽然校长明显还想着前妻莫林 但是难得儿子愿意交流 他也想尝试把生活往前推一步 其实莫林也有些放不下校长 可是亚当明显不愿意两人复合 莫林只能向亚当保证绝不会实验 现在万事都以儿子为主 杰克森趁着休假去做身体体检 可惜检查结果还要等一阵才能出来 好友小薇还不知道杰克森的问题 他来新学校 很快就和一位学习男组成小队 恋爱学习两不误呢 艾瑞克和女巫帮参加同性恋之夜 卡尔也来了 虽然还有些不习惯 但是女巫帮的艾莎热情地邀请他一起玩乐 这让卡尔的不自在很快就消失了 同时也跟同样身为酷儿的罗曼聊了起来 了解到变性手术需要很漫长的等待 以及不少的钱才能完成 一夜过去 小欧迷迷糊糊在路比家过了夜 两人什么都没做 但小欧还是有些心虚 美副还不知道这件事 她现在过得很不好 实习生的机会被室友得到了 男同学安慰她 室友是因为家里有钱捐楼 才得到这个机会的 美副把自己写的小说稿件交给民作家查看 并且询问为何室友得到实习的机会 民作家打着关枪回答 甚至批评美副小说写得差 断言他不适合当作家 希望美副不要姿势升高 美副生气地离开 把小说原稿揉车一团扔进垃圾桶 就在这时 室友通知美副前台友英国来的电话 是美副哥哥打来的 室友在美副走后 捡起了垃圾桶里的稿件 美副接完电话就直接飞回了英国 来接她的是受养美副妹妹的安娜女士 这次她回来是因为一个悲伤的消息 美妈吸毒过量被送到医院抢救 生命垂危 听说这件事 艾米和小欧立刻赶来陪伴她 学校里 路比给小欧发着短信 想商量下竞选的事 不过小欧忙着陪伴美副 没有回复 亚欧顺势把小欧的客人抢走了一半 杰克森把自己可能生病的事告诉小薇 小薇拥抱给她支持 不远处学习难看到这一幕 直接就找小薇告白 两人正是确立情侣关系 路比死活受不到小欧的短信 亚欧还是装作不认识她 学校通知 之后两欧相争必须开展辩论赛 路比代表小欧应战 亚欧却看出 路比还是很在意小欧 就顺便给她做了个心理辅导 路比显然把亚欧劝自己 不要再沉迷小欧的话听进去了 但是这跟她要让亚欧为以前的行为付出代价不矛盾 她短信通知小欧要去挖点亚欧的黑料 可惜这个学校真的有问题 居然谁都没有在背后说别人坏话的习惯 天哪 你们这里是天堂吗 亚欧克最近也不总是那么欢乐的 她一直纠结洗礼的事情 甚至不愿意参加教堂的慈善厨房 给穷人派送食物的活动 却意外被一位女流浪汉拽了过去 女流浪汉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在艾米的护送下 梅芙抵达医院和哥哥会合 原本以为起码能见到梅妈 结果迎接梅芙和哥哥的是一件空荡荡的情绪发泄室 梅妈已经在20分钟前抢救无效死亡 这里是给兄妹俩梳理情绪的地方 小欧和艾米等在医院门口 俩人无所事事 抽乌龟拍照片都玩了个遍 艾米忍不住询问小欧 如果对最好朋友的前男友有好感 怎么办 能怎么办 当然是起码问问最好朋友的意见了 医院里的气氛就没这么欢乐了 梅芙不敢去看梅妈最后一眼 梅哥只能当起顶梁柱 代替妹妹去见最后一面 梅哥也没有那么淡定 她借口朋友来找她 摸了摸梅芙的脑袋就离开了 小欧和艾米正在收听欧妈的电台节目 发现欧妈迫于电台领导的压力 找来搭档一起主持 而这次邀请的嘉宾 还是小欧目前的死罪头亚欧 不等小欧发表意见 梅芙哥哥就告诉他们 梅妈已经去世 梅芙还在医院里稍后再出来 他们能做的只有耐心等待 电台里 因为产后抑郁状态一直不对劲的欧妈 在亚欧的帮助下 第一次顺利主持 似乎是有人帮手 让欧妈心情放松 恢复了以往的水平 这次打电话求助的人是校长 虽然她想要跟新人发展新感情 可每次都会想到前妻莫林 潜意识里 校长还是希望和莫林复合的 甚至在和别人约会的时候 都用种背叛莫林的羞耻感 这段话被守着电台支持 欧妈的莫林听到了 她其实也放不下校长 两个中年夫妻 重新迸发出了爱的魔力 梅芙借口在医院做甜字游戏 这其实也是排解情绪的一种方法 最后已经来到深夜 梅芙终于填完最后一个单词 她深呼一口气 走出了医院 这一晚 小欧依旧没有回复路比的短信 她和艾米都牢牢守护在梅芙身边 艾米和小欧整整陪了梅芙三天 还是很担心梅芙的状态 因为到现在为止 梅芙一滴眼泪都没流过 让人已经翘课三天 也该回学校露个面了 艾瑞克因为流浪女的吸引 发现教堂的慈善厨房缺乏赞助 可能会关闭 她认为这是神的指引 正好女无邦正在策划一起募捐会 缺少合适的主题 艾瑞克一提 艾米就答应了 艾瑞克想跟小欧分享一下最近的心情 可小欧满脑子都是没福 跟路比单纯过夜 还有就是亚欧上了电台节目 一下子就拉动很多选票的事 都让小欧烦心不已 她完全没有在意艾瑞克的烦恼 转身又去找路比道歉了 好喜欢这种阴阳怪气的吐槽 路比虽然很气小欧失联 但还是原谅了她 好好帮她准备和亚欧辩论的内容 至于亚欧的黑料 路比挖地三尺都没找到 不过意外总是会有的 女无邦的艾莎提供了内部消息 与此同时 艾米和轮椅男会合 电梯再次损坏不能用 轮椅男只能在一楼徘徊 她带着艾米去暗室洗出最近拍的照片 听艾米讲述她拍每张照片的内心感受 才发觉艾米活泼开朗的外表下 也有着细腻和受伤的内心 两人都开始喜欢上对方 不过作为好友和前男友 艾米决定要闲个眉府谈谈 辩论会正式开始 一开场 亚欧拿出小欧亲爸的书籍 给小欧贴上又欺负必有妻子 她肯定是业女和男权的表情 小欧也不示弱 爆出亚欧总是在和恋爱对象即将确定关系时 无缘无故搞失踪 用情感伤害别人 受害人ABC等等全都站出来作证 一个情感咨询师 自己的感情问题缺一大堆 怎么服众 眼看局势一边倒 亚欧直接抛出自己是无性恋者的大旗 搞失踪是因为无法走进亲密关系 只才投入性爱咨询服务 试图让别人不要遭自己这份罪 架不住同学们都吃这一套 这番深情诉说还真帮亚欧洗白了 这下小欧辩论失败 成为爆人隐私的low男 小欧有点沮丧 但是她今天还要跟梅夫约会 只能先放下评论 整装出发 出门时遇到欧妈 欧妈只是关心一下小欧怎么三天不回家 小欧就把怒气都发泄到妈妈身上 觉得都拐妈妈要请亚欧上电台 拐妈妈有二胎就不关心自己 吐槽完就转身走了 但欧妈是真的不容易啊 大林单亲生娃 以前因为前夫出轨离婚 又有过抑郁病史 生娃之后产后抑郁 导致抑郁症有复发的可能 之前她还想着能不能不靠药物硬扛过去 可是小欧的指责就像是一把利剑 只插欧妈的心脏 欧妈的眼泪再也忍不住 无力滑坐在地上 打电话预约看心理医生 即使都这样了 她还在努力不让自己哭出来 梅芙这一天都在跟哥哥商量 给妈妈举行什么样的葬礼 她希望办得严谨体面 顺梅妈的心 可哥哥吊儿郎当 假装什么都不在乎 还步老妈的后尘 开始吸毒 梅芙心烦意乱地回到家 想着不能破坏和小欧约会的心情 开始打扮自己 艾米看望梅芙 把和轮椅男护有好感的事说了出来 梅芙愣住 她完全没有思路去应对这个场面 希望艾米给她一点时间处理 小欧和梅芙都把不愉快抛下 决定享受第一次约会 比如好好看场电影 谁知道偶遇欧仪 欧仪和男人约会 结果男人表示撞车来不了了 欧仪一看就觉得是男人放鸽子的借口 心情不爽就插在小欧眉府之间当点灯泡 巧合的是 小欧和学习男也来约会 杰克森很诧异杆子 杰克森是什么情况呢 因为单单肿快的是 医生跟他说有可能是家族遗传病哦 这就把他寻霸的念头挑起来了 杰克森的两个妈妈一直都告诉他 他是个通过捐金出身的宝宝 当杰克森希望拿到捐金者的资料 两个妈妈却明确表示以后再说后 他就气冲冲地跑了 漫无目的地来逛电影院 杰克森生病和寻霸的是 小欧都知情 于是遇上就选择带着杰克森一起散心 电灯泡又多一人 这个开头就注定看电影不会太平 欧仪直接喝醉发酒疯 小欧和梅夫不得不提前出场 把欧仪送走 电影看不成了 梅夫想到约会的好地点 带着小欧来到之前念书的学校 现在这里已经废弃了 已经抽干水的泳池 也是小欧对梅夫第一次心动的地方 梅夫想要在这里和小欧嘘嘘 谁知道小欧却想起一些回忆 为了打断梅夫 于是坦白和路比单纯睡觉的事 不等梅夫整理好这个情况 两人就被巡察员给抓住了 小欧还滑倒扭伤了脖子 欧妈不得不大半夜来接人 这也是她第一次见到儿子的新上人 相比较学校里轰轰烈烈 咱们可爱的亚当生活就平静多了 每天老老实实 规规矩矩去农场上班 周末跟校长学车缓和关系 和农场主女儿相处也挺好 还学会了骑马 她的不善言辞 在动物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还学会心情不好就抱抱马 不过校长和莫灵托托复合的是 不知道亚当得之后 又会出现什么变数 距离梅夫和小欧设死已经过去两天 今天就是美妈的葬礼 梅夫为了想道辞 搞得整个人都憔悴无力 对小欧的短信已读不回 艾米来帮梅夫准备出席的衣服 梅夫刚失去梅妈 又遭到小欧的出轨背叛 于是请求艾米 能不能只会论一男性做朋友 小天使艾米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啊 这种可爱的妹子 给我一打好吗 之前我妈和亚欧在电台配合得很好 于是亚欧成为了常驻嘉宾 一大早就来找欧妈商量工作内容 别看亚欧人小 但她也是个合格的咨询师 很快就疏导欧妈说出内心的不愉快 改善了心情 看起来亚欧也不是一个坏孩子呢 梅妈的葬礼即将开始 需要梅夫哥哥送来的花牌 可梅夫哥哥本人一直不见踪影 梅夫走不开只能请小欧帮忙 小欧和艾瑞克正准备赶来 两人在路上还在为有没有关心对方吵架 结果梅夫电话一来 得了家也不吵了先做事吧 小欧和艾瑞克根据梅夫传来的地址 找到梅夫哥哥朋友家 结果只拿到花牌 梅夫哥哥却没找到 两人只能拿着花牌离开 半路上又因为友谊的事吵起来 艾瑞克确实认定小欧是好朋友 但有些关于同性恋 种族的事和心情 小欧并不能完全体谅 而且小欧每次只说自己的事 吵着吵着小欧就摔进山坡 花牌散了一地 正朝告一段落 花牌歪歪歇歇地送到了葬礼现场 梅夫还是联系不上哥哥 梅妈的棺材却已经送达了 原本以为葬礼会冷冷清清 谁知小天使艾米给朋友们都发了邀请 小薇 杰克森 亚当 罗亦南 甚至以前的老师都来了 小欧 艾瑞克 亚当和杰克森 冲荡台关人 把梅妈的棺材抬进会场 葬礼主持人的制裁还没说完 梅夫哥哥就亮亮腔腔来了 他似乎是喝了一夜 梅夫哥哥推开主持 控诉着梅妈从小到大对他们的坏 为了毒品和男人把孩子赶出家门 梅夫和哥哥放学就得去公园捡烟头 拿回来给妈妈抽 梅夫气愤地让哥哥赶紧闭嘴 哥哥冷笑着离开会场 梅夫冲了出去 不明白为什么哥哥非要让人不痛快 其实不管是哥哥还是梅夫 都对梅妈的死亡不能释怀 梅夫选择用葬礼体面应对 哥哥则选择发疯 Sean don't do this please We're saying goodbye to mom 说到底梅夫哥哥怨恨梅妈 就这么把她抛弃了 让她连最后的念想都没了 一个死去的人 再怎么恨以后都见不到了 因为哥哥离开 梅夫也把自己封闭起来 轮椅男找到梅夫 他很理解梅夫的心情 虽然家庭不和谐 但是家人在一起 有好也有坏 坏的时候恨得要死 可人都走了 想起的都是那些好 梅夫只不过想怀念梅妈 即使她不是个好妈妈 在轮椅男的鼓励下 梅夫勇敢地回到葬礼会场 摒弃写好的道词 诚实地讲述这个 有好也有坏的妈妈 她让人恨也让人怀念 所有人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在圣悟老师的 情声和歌声的安抚下 葬礼的悲伤被重担 死人已逝 活人还要继续生活 葬礼过后 艾瑞克和小欧的友谊破裂 决定相互给对方一个冷静期 杰克森在两个妈妈的陪伴下 听取医生的检查结果 好消息 肿快是良性的 艾米正是走出悲心骚扰的阴影 不再害怕被男性调侃 而是勇敢地表达出自己的不满 亚当就没那么幸运了 她找校长老爸谈心 结果意外发现父母复合 情绪再次崩溃 毕竟莫林曾经向她保证过这种事不会发生 她只能独自回到农场 抱着马儿贫富心情 路比没有参加葬礼 她答应过小欧会想办法打败亚欧 之前她不愿意把小时候被霸凌的消息放出来 可思前想后 她还是拨通电台电话 直接爆出亚欧是霸凌者的丑闻 小欧还不知道路比的行动 她已经跟梅夫和好 专备深入交流 结果却总是想到很久以前 欧把跑起母子俩后 欧妈一蹶不振躲在家里哭泣 自己无能为力 只能旁观的童年创伤 梅夫体谅的没有继续 两个人单纯拥抱睡眠 隔天早上 梅夫答应小欧去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不打算再回美国参加自由生项目 还同意欧妈的邀请 晚上一起吃顿便饭 可到达学校后 看着氛围始终觉得自己格格不入 正当她犹豫不决时 梅夫哥哥的朋友打来电话 让她去取梅妈的骨灰 她正好借口逃离了学校 小欧还不知道梅夫的退缩 她正想感谢路比牺牲隐私 帮忙打倒亚欧 谁知道路比已经重新扶持路人甲 参选咨询师一职 小欧和亚欧都被这个斩折惊呆了 路人甲是什么鬼 其他学生的看法却不一样 小欧是男权主义 亚欧是霸凌者 他们还真的宁愿把票都投给路人甲 小欧在学校到哪都被指指点点 为了避开同学的眼光 就打算坐电梯去参加考试 结果电梯坏了 对 就是那个被轮椅男报修了无数次 但始终修不好的电梯 这次轮到小欧被困在里面 陪同的是现在也被万人闲的亚欧 电梯外轮椅男都崩溃了 十分钟后他在楼上有场考试 结果现在赶不上怎么办 不过脑子一转想到了好主意 很快整个学校都响起火警铃声 学生们放弃考试跑路下楼 却被一堆椅子拦住 这就是轮椅男的计划 通过火警和椅子拦路 让同学们深刻感受残障人士 被破电梯耽误的困境 牛帮听障人士艾莎也跳了出来 刚才火警铃声响起 所有人都跑路 完全没人提醒失去听觉的他 这意味着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 确实不足 于是所有学生都不再参加考试 静坐抗议 表示直到校长把电梯完全修好 才会结束这场集体反抗 静坐期间 卡尔跟罗曼聊起 变形手术费用和时间 之前卡尔服用高酮素 原本以为就可以慢慢转变 可与众不同这个状态 一直困扰着他 于是当月经再度来临时 就显得焦虑异常 卡尔迫切地想要摆脱 女性的身份 可心态总是荡到谷底 这明显是带着抑郁的前奏 艾瑞克却在看到 卡尔分发面包的时候 看到他身上的圣光 原来之前艾瑞克 做了个奇怪的梦 梦里有彩色热带鱼 有流浪女上帝 还有卡尔 但怀疑这是神给他的指引 电梯里 小欧和亚欧还在面面相去 一般在封闭空间里 只要不是有深臭大恨 那基本就是和解的配置 咱们这部剧也不例外 亚欧坦白 自己真的是无性恋者 不是为了洗白瞎编的说辞 同时也解释 当初对路比的行为 小学时 亚欧是班里唯一的有色人种 他感觉到霸凌的气息即将笼罩在头上 于是为了自保 推出路比当了挡箭牌 自那以后 他就不敢跟人发生情感上的深入交心 也因此走上了心理辅导的道路 并没有抄袭小欧的创意哦 小欧指出 亚欧最应该道歉的人就是路比 亚欧也顺势指出 小欧之所以亲密接触不顺 总是想起童年创伤 是因为他害怕自己也会遭受爱情伤害 遭受欧妈受到的痛苦 电梯终于被修好 学生们的抗议有了结果 考试也被改到第二天 所有人都准备回家 小欧也准备回家 参加和欧妈梅芙的聚会 却不知道 梅芙早就到了 梅芙抵达小欧家的时候 正好碰上欧妈和欧姨吵架决裂 欧妈身为姐姐 总是想管着欧姨不要乱教渣男 去看心理医生解决童年创伤 欧姨不满欧妈总是为她好 因为欧妈自己的生活也一团糟 反正姐妹俩就这么掰了 梅芙尴尬的不行 欧妈还得强装镇定 带着梅芙准备晚餐 不过很快 尴尬就慢慢消弭 在欧妈的鼓励下 梅芙终于发现出 梅芙去世的难过 在自由生项目中的挫败 欧妈开导梅芙 她能够进入自由生项目 就已经说明她的能力 不要被名作家的评价打击 不要轻易放弃 还应该继续去学习深造 身边的长辈和朋友 会给她做坚实后盾 显然欧妈愿意做她的长辈 等到小欧回家 就看到两个女人 友好相处的画面 有了欧妈的鼓励 和亚欧的开导 梅芙决定 还是回美国继续学习 未来的事 未来再说 小欧也突破 害怕被伤害的防线 两人真真真真的和谐了一把 亚当显然就不是很和谐了 牧场工作不顺利 下班后 她支冲校长父亲住的地方 把心里话都说了出来 她觉得校长 只是把自己当成 讨好母亲求复合的工具 其实根本不爱她 发现完也不听校长解释 只能说这对父子 还是有许多隔阂要解除 杰克森在家翻找出 男人写给自己妈妈的情书 意识到自己不是 捐金者诞生的婴儿 想找小薇分享情况 却发现小薇正在 无助害怕地哭泣 原来学习男是个偏执暴力狂 只是看到小薇跟陌生男同学 考试前对个知识点 就怀疑小薇出轨 流露出了她恐怖的本质 这把小薇吓坏了 杰克森赶紧放下寻付的事 陪在小薇身边安慰 隔天一早梅夫就要走 小薇心里舍不得 也只能放她离开 走之前梅夫找到艾米和伦以南 告诉两人自己不介意他们恋爱 之前阻止艾米 只是因为刚失去母亲 害怕他们在一起 会抛弃自己 艾米和伦以南 当然体谅梅夫的心情 原本他们就愿意为了梅夫只做朋友 现在得到同意 就更没有遗憾了 在艾米和伦以南的陪伴下 梅夫把没妈的骨灰 撒在这片她从小生活的房车区 梅夫回到美国自由生项目 小薇也决定暂时不和她联系 结果和欧妈聊天 意外得知是欧妈鼓励梅夫去追求梦想的 这下可点了泡 小薇又开始单方面指责 欧妈扰乱她的生活了 欧姨因为没地方去 又大包小包回来 看到小薇控诉欧妈 立刻阻止小薇这种悟嫩的情绪发泄 至少在当母亲这方面 欧妈显然做得很好 小薇根本没有指责的立场 杰克森陪小薇度过担惊受怕的夜晚 小薇也跟着杰克森来找情书的主人 自己的父亲 结果却发现 父亲知道自己的存在 却把他拒之门外 原来杰克森其实是黑妈妈亲生的 不过对象是有父之父 怀孕后黑妈妈被抛弃 才遇上了白妈妈 为了不让儿子受伤 于是谎称她是捐金者的孩子 杰克森非常生气 不过在两位妈妈的开导下 也不再执着于爸爸 毕竟两个妈妈已经给了她 足够足够多的爱 当天是筹款晚会 所有人都在准备 卡尔的妈妈来到学校 原来卡尔昨晚没回家 失踪了 女巫帮通知了所有同学帮忙寻找 校长看到焦急的卡尔妈妈 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亚当 校长冲到亚当工作的农场 害怕亚当也会离家出走或者出事 于是难得跟儿子说心里话 他真的很爱亚当这个儿子 只是因为他没有感受过父亲的爱 所以也从没学会怎么表达爱亚当 哈哈那亚当听完非常感动 还让自己老爸跟着抱抱马 感觉爱与和平 傻孩子 你老爸想抱的是你 校长第一次敞开胸怀 紧紧抱住宝贝大儿子 当然男孩子的面子还是要的 看见有人过来立刻放开 不过还是留下来参观了儿子的工作 晚上一家三口难得齐聚 亚当终于接受校长重归家庭 学校里其他人都在寻找卡尔的踪迹 小欧发现他最后是在一家快餐店出没 原本监控室不让学生们检查的 谁知道看管监控室的女孩原来是校友 露比展露校园女神的地位 分分钟就让女孩倒戈 准许他查看监控 露比检查监控时 女巫帮和小欧亚欧就在外面等着 大家都很为卡尔的安全担心 艾比还是鼓励大家不要展现负面情绪 这下艾莎爆发了 借着这个机会 女巫帮在小欧和亚欧的帮助下敞开心扉 艾莎非常喜欢聊八卦 也常常会有负面情绪 艾比总是阻止他显露 可负面情绪也是情绪啊 为什么不能展露 而艾比总是强调正能量 其实也是一种不正常 艾比出柜和家人决裂 被放弃的痛苦如影随形 他不愿意表露 是害怕负面的自己会吓跑艾莎和罗曼 在亚欧的引导下 艾比慢慢显露吐槽体制 看起来也算是往好的方向发展了 不是吗 路比查到卡尔最后把背包丢弃在垃圾桶 这种粗活肯定只有小欧能干 趁着小欧翻垃圾 亚欧正式向路比道歉 他以前确实做错了 路比要的也只是一个对不起 很快就原谅了他 不过卡尔的背包里没有多少线索 杰克森小薇和轮椅男艾米坐在餐厅里等待寻找的结果 小薇趁机诉说和学习男的关系 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什么 才导致学习男发飙 姑娘你这是被PUA了 这种事情肯定不是你的错啊 艾米为了摆脱心骚扰的阴影 看过很多相关书籍 男女问题非常清楚 小薇和学习男在一起 感受到的就是不稳定和提心吊胆 哪怕平时学习男对他再好 可那种恐怖就意味着他试图操控小薇 赶紧跳出火坑啊 艾米告诉他 艾米应该给你带来安全感 应该让你更勇敢 因为你在对方面前完全可以做自己 不应该让人摸不着头脑 也不应该令人害怕 这段话也送给看视频的小伙伴们 千万要牢记啊 提到安全感这个词 杰克森想到了卡尔会出现的地方 立刻出发去查 艾瑞克没有参加学校活动 他正要接受洗礼 这一季 他一直在要不要接受中反复横跳 他对教区感情深厚 信仰上帝 可他也是个同性恋 这在教区是不能被接受的 如果接受洗礼 意味着他要永远隐瞒同性恋的身份 洗礼前 牧师遗憾地告诉艾瑞克 因为筹款学校自由崩放的特质 将会拒绝接受他们的筹款 这让艾瑞克重新思考了 他还是不能违背本心 决定放弃洗礼 他刚走出门进入小树林 就被人抢了手机 在他追上才发现 居然是流浪女 而且他似乎真的是上帝 来指引迷茫的艾瑞克 怎么走下去 等等 这局为什么会突然玄学 反正流浪女上帝 指引艾瑞克 不要放弃神 而是要学会指引别人 他比那些顽固的教会和教友 更加适合发扬神的爱 下一刻 艾瑞克就看到了 需要指引的人 躲在悬崖边的卡尔 这段悬崖是让他最放松的地方 杰克森也找了过来 在艾瑞克和杰克森的看护下 卡尔敞开心扉 他这段时间因为性别转换 真的很迷茫 但是现在有朋友陪伴 他愿意回家 好好梳理思绪 得知卡尔平安无事 所有人都欢呼起来 好事不止这一家 梅福回到学校 就接到大编辑的电话 原来室友捡到梅福的小说收稿以后 就把他推荐给了 带他实习的大编辑 大编辑非常欣赏梅福的笔触 决定跟他上两出版的事 因此梅福带着自信去找名作家沟通 他不再执着于被名作家肯定 也不会被他的刻薄打倒 即使名作家说那些话 只是为了玻璃学生的傲气 读促学生做得更好 但梅福勇敢地告诉他 这种方式不对 希望他以后能够改善 欧妈之前因为亚欧霸凌的视频 节目暂时停播 她原本想辞掉这份工作 专心在家带娃照顾小欧 不过在欧姨的鼓励下 还是决定重拾信心 继续这份工作 不过这次她会带着娃一起上班 她的工作她做主 欧妈电台重开的第一个咨询者 居然就是欧姨 欧姨之前打算离开小镇 离开欧妈 因为欧妈总是管着自己 想让自己去看心理医生 治愈什么童年创伤 可即将离开亲人 欧姨还是选择留下 因为欧妈说的对 逃避不能解决问题 同样选择面对问题的还有艾米 她终于有勇气烧掉那条 被骚扰时穿的牛仔裤 用相机把这一幕拍摄下来 意味着她真正跟这段经历告别 破茧心生 不再被困在痛苦害怕里 夜晚来临 筹款会准时举办 既然教会拒绝这笔钱 于是主题就变成了 为卡尔筹集变性手术的资金 都到这机最后了 艾瑞克自然要跟小欧和好 本来两人的问题就不是很严重 是朋友间正常的分歧 和好也是常态 筹款会高潮到来 校长要宣布咨询师的投票 最佳人选 路人甲拖拖第一名 但是她说 她实在不喜欢这份工作 于是顺言名次给到第二名小欧 结果小欧忽然又说 认为亚欧干得不错 主动放弃竞选 亚欧最终当选 虽然有人不满她霸凌别人 但卢比跳出来为她讲话 当事人都原谅了 希望给她多一次机会 其他人也就没有再揪着不放 只有校长代理说出了我的心声 这样的话 亚欧又成为我们的咨询师 搞这个竞选 真是太浪费时间了 算了 青春不浪费点时间 哪还有时间给人浪费呢 不过这件事还有个好处 卢比一直想融入女巫帮不成功 这次真诚的原谅亚欧 反而让女巫帮接纳了她 艾瑞克还获得了意外之喜 虽然教会拒绝捐款 但是教区的神父 却愿意继续为艾瑞克争取 这让艾瑞克坚定了以后的职业路线 他要当一名牧师 宣扬神 宣扬爱 不分性别种族和取向 小欧很想念梅芙 但是约定好不再联络 他就忍着思念 我们要看出儿子死鸭子嘴硬 告诉她发现不开心的伤心情绪 才能真正治愈不开心 回到卧室 小欧发现梅芙留下的信 里面满满是梅芙对小欧的感谢 她感谢小欧带给她勇气 带着她慢慢接触别人 不再封闭自己 有勇气踏出去看看世界 感谢青春里 有这样一位令人心动的男孩 性爱自修士全季结束了 这一季确实到了该收官的时候了 理性评价 本季每集的内容和个人的问题 成长都非常琐碎 主线又太过简单 为了保持故事完整 解说的时候 很多细节我都做了取舍 虽然也有人诟病 本剧LGBTQ buff贴得太满 但个人还是很推荐大家看看原剧的 每个人的青春和成长烦恼都不一样 可能真就其中某个被我解说时 省略的五分钟小故事 会打动或者改变你 性爱自修士四季的故事 一半讲述青春 还有一半是正儿八经的 扩展了我们对性别的认知 青春这块虽然一度倒戈鲁比 但我又很喜欢最后梅浮的信 也许很多人看小说看剧 都希望人物之间有个完满的结局 但这段留白式结局 则给了人物发展无限的空间 他们才18、9岁 谁都不确定未来会发生什么 或许当下面对感情有很多死去活来 但其实两个人会不会在一起 实在是人生长河中最微不足道的一件事 就像她是很多人的青春 有懵懂有错过 更多的是还没有发觉的未来 有谁能在十几岁的时候 想象未来十年后二十年后的自己呢 在青春的旅途中 遇到像小欧、梅芙这样 对彼此重要闪光的人 带领自己看到不一样的风景 成长为更好的自己 难道不是一种很美好的体验吗? 而性教育这块 也不知道现实里英伦学校 是不是真的如此荷尔蒙飞扬 反正抓阿姨我读书的时候 是没有接受过这么开放的多元性别学习的 全季最触动我的一个点 发生在最后一集库尔卡尔失踪时 其实第三季这个人物出场的时候 说到非二元性别 当时就有刷新了一波我的认知 而收官集又以卡尔失踪的故事来做串联 卡尔的妈妈说到自己的女儿 用的不是she 她 而是they 她们 妈妈认同了女儿心理上 认为自己既不是女性又不是男性的这个概念 同学们也非常自然的用着they这个说法 大家全然接受着这个有些与众不同的卡尔 词库浅显的我 甚至想不到汉字确切的表达方式 应该是统一用他的吧 非二元性别的人以前肯定也有 只是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 我们有机会越来越全面的认识自己 也越来越包容和接纳性的多样性 从小到大的观念里 很多人应该还是习惯于搞清楚 你是女的还是男的 喜欢男人还是女人 而如果你不是自然性别加异性恋 又会被贴上和普通人不一样的标签 心爱自修士让我看到了一个大多数人 超越了传统思维的世界 你可以是任何人 也可以爱任何人 无关性别 我喜欢你只是因为你是你 而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普通人 按个赞再走呀 按个赞再走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